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我换好礼服站起身时,化妆师忍不住小声惊叹,江小姐,您穿这条裙子可真美。 我轻声道谢,推门出去时,楼下却起了不小的骚动。巨大的金色旋转门里,我订婚三年的未婚夫周文渊,公然挽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出现。 更荒谬的是,她身上的裙子,跟我的一模一样。今晚是港圈数十年未有的盛宴。 在场众人,各个身处金字塔尖,演读又精明。自然一眼就瞧出,我身上所穿的不过是高仿一货。 二十一年来,我第一次这样盛装打扮,原来是要做一个盛装打扮的小丑。 文渊,你身边这位是,有好事人先开了口。 周文渊握住身边女人的手,我女朋友请客,不过,过了今晚, 就是我未婚妻了。那江小姐,周文渊冷淡看向我,我和江家的婚约已经解除。 这三年来,周家对江家已经仁至义尽了。 她说的没错,如果没有当初订婚时的一个一聘礼,江家早就破产了。 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继续现在的锦衣玉食? 周文渊单膝下跪,拿出钻戒向秦可求婚。 她哭得一塌糊涂,扑到周文渊怀中。 她温柔地帮她擦掉眼泪,哄着她吻着她。 我看着秦可被那些屈颜覆势的太太小姐们簇拥着,热络攀谈。 过了今夜,她不再是不入流的小明星和被人智慧的第三者。 而我将晚,以后在港城,江家,怕是都在无立足之地。 能不能让一下? 有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回过头,两个名媛模样的女孩子端着小时,正不耐烦地看着我。 我避让到一边,她的裙子好劣质。 是啊,这种被货也不知用的什么布料,碰了会过敏的吧。 她还有脸站在这儿,真的好丢人。 我面无表情,走向角落处休息区,只做没听到她们恶意的议论。 手机响了一声,我接起来。 母亲的声音羞怒传来,江婉,周家要退婚,彩礼要退五千万。 三年你都拢不住一个男人的心,真是废物。 五千万你自己想办法,江家一个字都没有。 我看着挂断的手机,只觉得心脏难受得快要窒息。 这灯火辉煌,一乡并饮的一切都和我无关。 我只想赶紧逃离。 听说陈先生昨日回港,今晚会来参加晚宴。 不太可能吧,陈先生几乎从不参加这样的活动。 说的也是,毕竟这位爷上次公开露面,是在总台的新闻上。 我按住隐隐作痛的心脏,翻开包想要拿药。 稀疏声响惊动说话的两人,交谈声戛然而止,渐渐脚步远去。 心脏渐渐疼得静挛,束胸的礼服勒得我几乎窒息。 顾步地再翻找药物。 我想要扯开暗扣,大口呼吸。 可是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今天江太太让人给我做了新指甲。 精美一场,关键时刻,却仿佛可以致命。 我仰脸小口喘息,长发散乱垂落甲板,唇色已经渐渐变得灰白。 不远处,盛宴刚刚开场。 我的前卫婚夫和他的心上人大约正在甜蜜共舞。 而我,或许会悄无声息地死在这安静的甲板上。 陈先生,您这会儿进去吗? 陈宗廷没应声,只是接过秘书递来的烟河。 他取出一支淡灰色的香烟,又打开一个精致小盒。 指尖夹着的烟并未点燃,在那深褶色的香料细粉上轻沾。 又挡了挡烟身后,方才对秘书伸手。 秘书忙递过火机,陈宗廷点了烟。 你们先去,我抽完这支烟。 陈宗廷说着,往甲板栏杆边走了几步。 这里风大,您当心。 簇拥着他的众人,识趣地一一离开。 这次回港,陈宗廷是势必要更进一步。 自此整个港城,他若说一,也就无人敢说二。 今晚这个宴会,筹划者拖进了关系,请他露个脸。 他原本没什么兴致。 但昨日回港,就被家中长辈催昏催得头疼。 干脆就借机偷了这个弦。 可一支烟钢抽了一半,陈宗廷就注意到了不远处那个纤细雷若的身影。 他起念掐了烟,转身就要走。 却又听到甲板上一声闷响。 陈宗廷缓缓回头看去。 月色暗淡,那道身影浮在甲板上,却是无尽的以礼撩人。 我的脸色大约已经憋得清白如鬼。 月光暗淡落下来,照出的那张脸早已湿了美艳,只有些微的扭曲。 我看着面前陌生的男人,却像是抓到了救命服务。 他的衣袖被我紧紧攥住。 求生的本能让我平生了很大的力气。 静就扯着他的手臂,落在了我的胸口处。 我呼吸急促地吓人,心率早已紊乱。 他看我一眼,像是明白了我的不是。 静是单膝跪下,修长手指攥住了我的腕骨。 沉声冷静询问,裙子拉链在哪。 我说不出话,挣扎着又抓住他的手贴在胸口处。 他长眉醋了醋,拿开我的手,垂眸看向裙子领口处。 紧接着,繁复地一排暗扣被他的手指打开。 我只觉周身一清,胸腔肺部的束缚骤然消失。 空气涌入,我贪婪地大口呼吸。 却完全忘记了,自己今天衣裙贴身,只在胸前贴了花瓣样的隐形胸贴。 如今衣裙前巾大开,早已被人看光了去。 直到血裹着体温的男士西装沉甸垫落在我身上。 我才末地回神,咬了嘴唇好一会儿才红着脸抬头,小声道谢,多谢您。 能站起来? 我点点头,一手攥着西装衣襟,一手扶了围栏,才勉强站稳。 要我帮你联系家人或者朋友? 我忙摇头,不用的,我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几声。 我看到他走到一边,拿出手机接听。 我说过,结婚的是我自有安排。 放心,我不会让爷爷他老人家抱汗离开。 他像是有些烦躁,点了支烟。 烟头明灭,映出他冷硬侧脸。 我末地想起,仿佛在哪里见过这人。 而此时,他也正回头,恰恰与我的视线对上。 我盲垂下眼眸。 他收了手机往我这边走,手中燃着的烟味道有点重。 我不舒服地咳嗽了几声。 抱歉。 他绅士地掐了烟,又指了指我身上的西装、衣服交给服务生就行。 我的脸当即又红了起来, 点了点头,很小声地硬。 嗯。 他的视线落在我的手指上。 我正紧攥着他的西装巾口。 内里衣裙散开,胸口肌肤只隔着一层硅胶胖, 抵在男式西装精致的内衬上。 是一种除我之外无人知晓的暧昧。 我有些不自在地微微含胸。 在他即将转身离开时, 弟弟开了口。 刚才,我听到你的电话了。 我能不能和你做一个交易。 我带着胆子抬起眼看向他。 也许他需要一个妻子, 没有麻烦,随时都可以消失的妻子。 而我需要五千万来获得可怜的自由。 交易。 江小姐要和我做什么交易? 我太过紧张,根本没注意到他竟知道我的名讳。 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妻子? 我鼓足勇气,定定看着他, 我不会给您添任何麻烦, 会竭尽全力配合您。 当然,您不需要的时候, 我也绝不会纠缠。 他在月色下看着我, 银灰色衬衫和身色长裤, 裹住轻瘦却挺拔的身躯。 眉眼不露锋芒,下河线却凌厉。 我看到他手腕上的表, 大约可以买下我所处的这艘豪华邮轮。 你有什么条件? 我挣了一下, 有些难堪的缓缓开口, 我需要五千万。 用处? 我垂下睫毛, 不敢和他对视。 但在陌生人面前, 却又好似可以大胆地展露出自己的狼狈和无措。 未婚夫要退婚, 需要退还一半彩礼, 五千万, 我拿不出来。 退婚。 他末地看向我, 眸光竟是说不出的锐利。 是, 退婚。 我轻笑了一声, 抬起脸。 海风将我的长发卷起, 我迷茫地望着夜色深处, 我没有路走了。 先生, 交易我接受,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不敢置信地睁眸看向他。 先生, 三天内领证。 这, 这么快? 你刚才听到我的电话了, 我爷爷身体不大好, 急着要看孙媳妇进门。 他说完, 微挑眉看着我不方便。 我忙摇头, 不是的, 方便的。 那就这样定了。 海风见大, 我的长发被吹得凌乱, 打在脸侧。 他忽然上前一步, 将我脸边的乱发拨开, 挂在耳后。 后天我让人来接你,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在哪? 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收回手时, 只负仿佛青蹭过了我的脸, 却又好似只是我的错觉。 他离开很久, 我还陷在那种极其不真切的幻梦中, 直到喝得微醺的周文渊, 忽然走过来, 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 将晚, 这三年, 我都在等你向我低头, 求一求我。 你只要愿意像那些女人一样, 对我服软, 别说一个亿, 十个亿我也给你们将家。 你喝醉了周文渊, 我用力推开他, 可一个醉鬼着实难缠。 他心红着眼盯着我, 又死死盯着我身上的西装, 你穿的谁的衣服? 不关你的事, 周文渊? 不关我的事, 他英俊的脸都有些许的扭曲了。 将晚, 我倒是要看看谁敢碰我周文渊的女人。 他用力攥住我身上的西装, 扯开。 我想要抓紧, 却只是徒劳, 海风汹涌吹来, 月色之下, 一片迎白起伏。 将晚, 周文渊正正清难。 下一秒, 一道尖利女生却想了起来。 将晚, 你也太不要脸了。 天哪, 他怎么能宽衣解带勾引别人未婚妇。 周先生眼都看直了, 秦可, 你看看人家的段位。 我回过神, 慌乱想要掩住衣襟。 秦可却已经哭着冲过来, 举手就往我脸上打去。 这是在干什么? 一道沉沉难声忽然平缓响起。 秦可手上的动作一致, 下一秒就被周文渊给扯到了一边。 我忙后退一步, 又慌乱抬起双臂, 护住了自己的前胸。 众人听到声音齐齐回头, 不知是谁惊呼了一声, 是陈先生。 哪个陈先生? 还能是哪个? 是陈宗廷陈先生。 我一点点地睁大了眼, 看向人群之后的陈宗廷。 方才在甲板上, 帮我解开束胸依扣的那个男人。 我带着胆子说要做他太太, 要他给我五千万的那个男人。 竟然会是港城大名鼎鼎的陈宗廷。 陈宗廷只看了我一眼, 就收回了视线。 然后侧手对身边的女秘书说了句什么? 女秘书立刻穿过人群走到我身边, 将西装外套重新帮我披在了身上。 江小姐, 我先带您下去休息吧。 我僵硬地点头道谢, 被他扶着离开时, 却又忍不住回头看去。 人群已经安静地散开, 众人皆摒弃宁神, 毕恭毕敬地站着。 陈先生, 这是场误会, 周文渊的酒已经醒了大半, 小心翼翼地辩解。 什么误会? 陈宗廷的声音听起来依旧平和, 没有动怒的迹象。 我缓缓停了脚步, 站在拐角处。 秘书也并未催我, 很耐心地等着。 周文渊的声音有些发颤。 秦克是我带来的, 是我女朋友, 她刚才应该是误会了, 才会失态动手。 陈宗廷眼眸沉沥, 已带了几分不悦。 我不认为, 如今港城的名媛中, 会有这样有失教养的存在。 周文渊尴尬不已, 秦克已经难堪地快哭了。 陈宗廷吩咐下属, 送这位小姐下船。 文渊, 秦克哭着拽着周文渊的衣袖, 不肯放手。 她混迹娱乐圈数年, 自然知晓事情的严重性。 如今这样被赶下船, 很快就会传遍全港。 她会沦为笑柄, 再无翻身的可能了。 陈先生, 小可知道错了, 您就给她一次机会。 陈宗廷淡淡看她一眼, 周小公子大可以一起下船离开。 周文渊闭了嘴, 将手抽了回来。 秦克很快被人带下船。 甲板上众人也安静散去。 闹剧会这样落幕, 认识谁都没想到。 陈先生, 女秘书的声音, 骤然将我的思绪拉回。 我亚一回头, 陈宗廷正向我走来。 她摆手让女秘书离开, 又温声问我, 将晚, 吓到没有。 我正正然摇头, 没, 没有。 先送你回去休息。 陈宗廷抬起手, 轻握住我的手腕, 可以吗? 我晕头转向, 胡乱点点头, 被她牵着往前走。 可刚走了两步, 我只觉得胸口一凉。 脚步顿住那一瞬, 裸色的花瓣形胸贴 从西装下摆掉了下来。 陈宗廷回头, 视线顺着我的 落在那片胸贴上。 我尴尬得几乎 想要一头碰死。 她却神色如常地弯下腰, 将那片胸贴捡了起来。 对折后妥贴放在了裤兜里, 方才温声安抚我, 脏了不能再用, 待会儿我让人 送干净衣服过来。 我的脸又热又胀, 通红一片, 只小小声地恩了一声。 走吧。 陈宗廷再次握住了我的手。 走廊并不长, 很快就到了休息室。 她将我送进去 就有事离开了。 我一个人安静坐了好一会儿, 才算平静下来。 可平静下来后, 我才后知后觉地想起。 陈宗廷一开始 喊了我姜小姐, 而刚才, 喊的是姜婉。 她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我是谁。 刚才那位女秘书 送了新的衣服过来。 我洗了个澡, 换了干净衣服, 又将陈宗廷的西装外套 叠好放在袋子里。 想要干洗好, 再送还她。 陈先生吩咐了, 姜小姐如果想要回去的话, 让我亲自送您。 女秘书约莫三四十岁的样子, 十分干练。 还要劳烦您告诉陈先生, 衣服我先带回去干洗了, 不用麻烦地将小姐交给我就行。 我没有坚持将袋子递给她, 壮丝无意地问了一句, 你们陈先生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女秘书只是鸣嘴一笑, 这可是陈先生的私事。 下传时, 我的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将晚, 我是陈宗廷, 存一下我的电话。 我望着这条简讯, 好一会儿才微微抿唇, 回了一条, 好的, 存好了。 后天去接你, 这两天好好休息。 她没有再发简讯过来, 回到姜家时, 夜已经很深。 但所有人都没睡, 灯火通明, 却气氛压抑沉重。 看到我进来, 母亲立刻站起身, 姜婉, 你想好怎么办没有?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怎么惹了周小公子生气, 要退婚? 事让晚晚,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家还要靠着周家做生意, 维持生计。 五千万, 咱们如今哪里拿得出来? 你嫂子马上要生三胎了, 你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所有人都在指责我, 指责我为什么拢不住周文渊的心, 为什么不能顺利嫁进去? 好继续认她们吸血吃肉。 可当初因为心疼健康的长女, 所以把我这个生下来就病歪歪的小女儿推出去时, 他们可曾问过我是不是愿意。 拿着周家一个亿的聘礼去填亏空, 维持奢侈的生活时, 我又何曾享受过分好? 如今周家要退婚了, 五千万她们分文不拿, 却要我一人承担。 好啊, 我愿意承担, 但承担之后, 我不会再做江家的人了。 晚晚, 你倒是说句话呀。 嫂子站起身, 不悦地轻推了推我。 五千万,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你真的有办法了? 我看到母亲的双眼, 历时就亮了起来, 只是可能会有损我们江家的名声。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很轻地笑了笑, 今晚的晚宴上, 我遇到了一位菲律宾的富商, 他知道我的难处后, 愿意替我支付五千万。 但是他有老婆孩子, 所以我只能做他的情妇。 我实在是没办法, 只能答应了。 只是这样一来, 我和他初双入对, 那我们的关系也就瞒不住了。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不知廉耻的事? 是啊, 咱们江家可是书香门第, 祖上出过举人禁似的。 江婉你要是做人情妇的话, 我们几辈子的脸都被你丢干净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 要不你们卖一些名下的产业, 拿出五千万给周家。 一时间无人接话, 鸦雀无声。 晚晚呢, 一直没说话的父亲忽然开了口。 周家的五千万不能不给, 江家的脸面也不能丢。 我故意冷笑了一声, 那干脆不认我这个女儿好了。 嫂子捂着小父, 小声嘀咕, 还算你识趣。 这样吧, 父亲最终拍了板。 江家会登报宣布和我断绝关系, 但只是明面上走个过场。 我仍是江家的女儿, 她们也不会不认我。 我自然知道, 这只是江家哄着我的伎俩。 只要五千万送到周家, 我立刻就会被扫地出门。 但她们不知道,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的时候, 我接到了陈宗婷的电话。 江婉, 你看一下短信通知, 应该到账了。 我忙打开短信, 果然, 十分钟前入账的, 已经收到了。 今天去处理退婚的事情, 我让司机过去接你, 陈宗婷, 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 你说, 能不能, 暂时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我们要结婚的事? 我不想让江家那些贪婪的吸血鬼 借机缠上陈宗婷, 从而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你不想让人知道? 不是的, 只是暂时, 可以吗? 行, 那我安排其他人去接你。 等到五千万退给周文渊, 江家登报和我断绝关系。 陈宗婷想要公开或者引婚, 不管怎样, 我都会全力配合他。 到那时, 因为断绝关系在先, 江家是无论如何都恶心不到陈宗婷了。 江钱汇入周文渊账户后, 我将汇款凭证拍照留存。 周文渊电话打过来时, 我在报纸夹缝的启示栏里, 看到了江家与我断绝关系的声明。 我认认真真地盯着那几行字, 看了很多很多遍, 然后继续拍照留存, 又将报纸小心地收好。 周文渊的声音有些嘶哑, 江婉, 你哪来的钱? 五千万不算小数目, 江家拿不出来的, 谁给你的, 说清楚。 这些都和你无关, 你收到钱, 我们以后就再无任何瓜葛。 说完我就要挂断电话。 周文渊却忽然叫了我的名字, 江婉, 你以为我是为了这五千万? 不管你为了什么, 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江婉, 你要知道, 如果我不松口, 整个港城, 没有男人敢要你。 我在电话里轻笑了一声, 是吗? 你如果不信, 大可以试试。 我不想再和他多废话, 直接挂了电话。 电话刚挂断, 就又响了起来。 我正要拉黑, 却看到屏幕上闪着三个字, 陈宗婷。 江家要和你断绝关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些惊讶, 陈宗婷这消息也太灵通了。 江婉, 嗯, 如果觉得难受的话, 也不用忍着的。 我本来一点都不想哭的, 真的。 从小到大, 我真的已经习惯, 习惯到麻木的地步了。 我不难受的, 只是被人关心的时候, 人总是格外地脆弱一些。 所以一张口, 话音里已经带了哭腔。 江婉, 你可以在我面前哭, 毕竟, 明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丈夫了。 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掉了下来, 可是做我丈夫之前, 我还给你安排了另外一个身份。 什么身份? 我很小声地窃窃说完, 陈宗婷沉默了半分钟, 方才道, 所以, 我现在的身份是, 来自菲律宾的六十岁华裔富商, 而你是我的情妇。 你生气了吗? 电话里, 她似很轻地叹了一口气, 将晚, 明天见, 你还要和我领证吗? 其实, 我刚才明显感觉到, 她有点不大高兴。 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穿你最漂亮的裙子来。 陈宗婷应该是提前做好了安排, 所以领证的整个流程都进展得十分迅速。 证件拿到手后, 陈宗婷先带我去了医院一趟。 她一直都握着我的手, 这也让我们俩看起来十分恩爱。 她爷爷病得很重, 只勉强对我笑了笑, 颇有些欣慰的样子。 我心里不免有些不好受。 要这样欺骗一个即将去世的老人, 她一定很疼爱这个优秀的孙子, 盼着她能夫妻和睦吧。 却不知道, 我根本就算不上陈宗婷真正的太太。 离开医院, 陈宗婷有很重要的会议要开, 就让司机送我回去拿行李。 司机是陈家用惯的老司机, 看着陈宗婷出生长大的, 已经须发皆白, 但仍精神绝朔。 将家人看到她从车上下来, 帮我打开车门, 都不约而同地认定, 这位大约就是我的金主。 因为彼仪我如今情妇的身份, 所以没人理会我。 我从楼上拿了箱子下来, 也只有父亲对我说了几句话, 这只是权宜之计, 你先搬出去住一段时间。 晚晚呢, 等风头过了, 我们再接你回来。 我故意可怜巴巴, 问她, 要等多久? 是情况而定吧? 那您说过的话要算话? 放心好了。 我拖着箱子离开时, 明显感觉将家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司机将我送到了陈宗婷的私宅。 宅子并不算太大, 但环境十分清幽, 也并不见成群的保姆庸人, 这让我觉得很放松。 太太, 先生之前吩咐了, 让您在家中一切随意, 她晚上会赶回来。 但晚上八点钟时, 我却接到了陈宗婷的电话。 她要回内地开一个很重要的会, 大约要一周后才能回来。 如果觉得无聊, 就约着朋友一起出去逛逛街喝喝茶, 不要整天闷在家里。 那我先去我的小公寓住几天吧, 那里离中环境, 做什么都方便。 那我回来后过去接你。 好。 陈宗婷出差的第三天, 之前一起做义工的志愿者, 给我打来电话, 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名媛圈里的小型慈善拍卖。 这次的主题我很感兴趣, 是针对先天心脏病的病童发起的慈善募捐。 赶到时, 我看到了不少熟面孔, 其中就有秦可。 只是她今天虽然依旧盛装打扮, 但明显看起来气色不大好。 看来那天被赶下船, 对她的影响比我想象中更大。 秦可也看到了我, 却只是计较地笑了一声, 就拉了身边人说话。 你说的是真的? 她去做人情妇了。 当然是真的, 她爸妈都嫌她丢人, 登报和她断绝关系了, 你们没看报纸。 听说她的金主快八十了, 做她爷爷都绰绰有余。 我的天啊, 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邀请她来做慈善呢? 是啊, 我们不要和这样的人一起参加活动, 还是请她出去吧。 场面渐渐混乱, 邀请我来的那个名媛也一脸地尴尬。 晚晚, 要不, 你下次再参加, 我不想让人为难, 主动起身准备离开。 熟料刚走到门口, 就撞上了周文渊。 江婉, 我没有理会, 继续向外走。 周文渊却握住了我的手腕, 你是来找我的。 我抽出手, 并不是。 你的事, 我今天刚听说了。 周文渊再次拦住我的路。 江婉, 你把钱退回去。 为什么? 我忍不住冷笑, 五千万不是你要的吗? 江婉, 周文渊的脸色有些阴沉不渝, 我说过, 只要你对我服一次软, 怎么服软? 我再一次将它推开, 要我也卑躬屈膝地跪在你面前, 像狗一样感谢你的恩赐吗? 说来可笑, 没人知道看起来光风际月的周家小公子。 私底下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用钱全来肆意坐见人。 我这条命不值钱, 可却也不愿那样, 奴言必息任人羞辱。 江婉, 你如今声名狼藉, 做事要想想后果。 周文渊岔开话题, 年纪轻轻, 做人情妇, 一辈子名声都毁了。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江婉, 我在给你台阶下。 是吗? 只是不需要了。 我绕过他, 继续向外走。 周文渊的声音在我背后低沉响起。 江婉,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你想清楚了就来找我。 我没有回头。 但当天晚上, 我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他勒令我连夜搬走。 我没有和他多作纠缠, 收拾了随身物品下楼。 却没想到, 刚下楼, 就看到了陈宗廷的车子。 司机下车接过我的箱子。 太太, 是先生让我来接您回去的。 陈宗廷, 他回来了吗? 先生明天一早的飞机赶回来。 我觉得眼眶忽然就酸胀了起来, 他的工作, 都忙完了吗? 本来说好的一周的, 这才第四天, 先生是怕您委屈, 不放心。 我没事的, 他的工作重要, 别为了我耽误了。 我坐在车上, 心里却乱七八糟的。 说不出来是一种怎样复杂的感觉。 好似被全世界抛弃的可怜虫, 忽然却拥有了富可敌国的金矿一般。 到了陈宗廷的住处, 我刚回房间, 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江碗, 陈宗廷的声音里还带着些许的倦意, 我忽然觉得羞愧无比。 为了摆脱江家, 我故意这样抹黑自己的名声。 他工作这样繁重辛苦, 我却还时不时地给他添点乱子。 如果我老老实实待在他家里, 就不会有这些破事发生了。 陈宗廷, 对不起。 江碗, 陈宗廷似有些无奈,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算了, 明天回来我再和你好好说。 挂断电话后, 微信里多了一条好友申请。 是陈宗廷发来的, 就点了通过。 他的朋友圈只有一条, 三天前发的, 只有一张照片, 我们的结婚证。 下面评论的那些人说了什么, 我看不到。 只能看到他回复朋友的两条评论。 嗯, 结婚了。 介绍一下, 我的太太, 江碗。 那天晚上, 我也发了一条朋友圈, 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要结婚了? 很多人给我留言询问, 有朋友给我打来电话。 我接起来时, 却是周文渊的声音。 怎么? 想明白了。 我是说了给你一次机会, 但我可从没说要娶你。 我忍不住轻笑, 我也没说新郎是你啊。 你要嫁给那个老头子。 江碗, 你就这样自甘堕落, 宁愿尾身一个有父之父,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拉黑。 那一夜, 心里像是装了很多的事,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天快亮的时候, 才睡过去。 以至于连陈宗廷回了家, 我都不知道。 待到睁开眼, 看到一道身影从浴室出来。 我吓得差点尖叫出声, 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是我, 江碗, 我是陈宗廷, 别怕, 我按住狂跳的心脏, 脸色还有些苍白。 陈宗廷将我揽在怀中, 轻轻抚着我的后背。 慢慢呼吸, 别紧张, 放轻松, 没事的江碗。 我扶在他胸前, 好一会儿才慢慢地平复下来。 平复下来后, 我才猛地发现, 自己只穿了一条真丝睡裙, 而陈宗廷刚洗完澡, 还赤着上半身, 只穿了一条睡裤。 我没事了, 我红着脸小声开口, 轻轻从他怀里出来。 抱歉吓到你了。 陈宗廷将我凌乱地头发理了理, 怎么睡这么久? 昨晚有点失眠。 我有点不自在, 睡衣轻薄, 我睡觉一向不穿内衣的, 刚才就那样被他紧紧抱在怀里, 紧紧隔着一层单薄布料。 我的脸烫得发烧了一样, 抓着被子, 想要把自己裹起来, 又觉得有些欲盖弥彰。 正不知如何是好时, 陈宗廷却扶着我躺了回去。 再睡会儿, 反正已经快中午了, 干脆直接吃午饭。 他很自然地将薄被帮我盖好, 我去一下书房, 一会儿过来叫你。 看着他出去, 我才如释重负, 轻轻吐出了一口气。 白天还好, 他多半时间都在书房忙工作的事。 只是晚上九点, 他回来主卧后, 就没有离开的意思了。 其实, 我有想过婚后履行夫妻义务这件事。 毕竟, 也是我自己当初承诺过的, 会配合他的一切需求。 我看着陈宗廷从浴室出来, 犹豫许久, 还是轻轻问出了口, 你, 今晚是睡在这里吗? 陈宗廷看我一眼, 没有说话。 我心里乱七八糟想着, 也许陈宗廷只是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妻子, 也许是我自己想多了。 我抱了枕头下床, 试探着开口, 那, 那我去睡客房。 他依旧没说话。 我抱了枕头转过身向外走, 走了几步后, 却被人从后抱住了。 不是说了, 会全力配合我的需求。 陈, 陈先生, 我的脊背紧贴在他结实的胸膛上, 感觉到他的心脏在蓬勃跳动。 他肌肤的温度好似也在攀升, 烧灼得我有些眩晕。 陈宗廷低头, 手指拨开我颈尖蜿蜒的头发。 江婉,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我靠在他怀中, 轻轻闭了眼。 整个人都软了下来, 任他将我抱起, 放在柔软的床上。 他俯身吻我的时候, 我的手指紧紧攥住了他的小臂。 心跳得很快, 心脏似乎都要缺氧。 这一吻, 不免就变得断断续续。 有哪里不舒服就告诉我, 陈宗廷摸了摸我潮红的脸, 在我心跳渐渐平复后, 方才继续下一步。 有好几次, 我真的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窒息了。 但陈宗廷总能适时地克制着自己停下来。 我能摸到他身体上绷紧的肌肉在隐隐地颤。 他额上的汗珠砸下来, 落在我的胸口, 灼烧滚烫。 他的心脏跳动得也那么剧烈, 他的呼吸意识急促。 我难受, 而他似乎比我还要难受。 晚晚, 他声音微哑, 俯身轻轻亲我的脸, 好一些没有。 我摇摇头, 又点点头。 眼底却早已一片迷离, 双手不知何时紧紧攀住了他的脖子。 像是推锯, 却更像是迎合。 他的眼底满是玉色。 有那么短暂的一个瞬间, 我甚至有一种陈宗廷喜欢我的错觉。 晚晚, 他再次俯下身, 力道渐重。 最后的时候, 我好似有两秒钟失去了意识, 但却并不像之前发病时那样痛楚。 反而整个人如同挑在云端一般, 被绵软的云朵包裹。 直到陈宗廷把我唤醒, 晚晚,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再次摇摇头, 只是轻轻伸出手, 抱住他的腰。 女人对于自己的第一个男人, 好似有天然的依赖。 陈宗廷将我揽在怀中, 歇一会儿, 再去洗澡。 他说着, 手指落在我心口处, 心脏难不难受。 还好, 我想到中途的几次停滞, 忍不住小声问他, 陈宗廷, 你会不会不舒服? 他捧住我的脸吻下来, 声音沉哑, 你再问下去, 就真的要不舒服了。 不要了, 好, 不要了。 他却没有放开我, 我只是想亲亲玩玩。 我不再说话, 乖顺地任他吻我, 脑子里迷迷糊糊响的确实。 他喊我晚晚的时候, 好像真的很宠溺的样子。 但他这样严肃客气的人, 至多也只会在床子之间这样喊吧。 我并没有机会验证自己的这个猜测, 因为第二天一大早, 陈宗廷又早早出门了。 我知道他极其忙碌, 毕竟处在这样的位置上, 大事小事多如牛毛。 我也就乖乖待在家中, 尽量不给他再添麻烦。 虽然不出门, 但日子却是格外地安密宁静。 这是我长到二十一岁, 第一次感受到岁月静好的美好。 不用担心会被家人当商品一样送出去。 不用因为父母亲人的偏心而伤怀。 什么都不用想, 只要做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就好。 我甚至还捡起来丢了数年的钢琴, 网上买了画画的课程, 开始学油画。 足不出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周。 某天下午, 陈宗廷忽然打电话给我, 说晚上有个宴会让我去参加。 他已经准备好了礼服珠宝, 待会儿有造型师团队会到家中来。 你晚上会去吗? 我忙完直接过去找你。 是什么宴会呀? 非去不可吗? 是一个帮助先心而同的慈善募捐晚宴, 我觉得你会想去。 我心下不由被触动, 上一次被秦可恶意散播黑料, 从而没能参加的慈善募捐, 也是为了先心而同筹备的。 原来陈宗廷还记着这件事, 因为自己天生心脏不好, 所以我一直很关注这方面的事。 我还记得和周文渊订婚后, 我依然雷打不动地每个月去做义工, 去看望福利院生病或者残疾的孩子们。 但周文渊曾讥讽我, 孤名钓鱼的事儿, 你做得倒是娴熟。 但他并不知道, 我并不是为了孤名钓鱼, 只是因为自己吃过这样的苦, 所以才想要帮助更多如我一样的孩子而已。 陈宗廷, 我当然愿意去参加, 只是如果晚上你过来, 我们的事就瞒不住了。 我想问他会不会给你造成困扰 或者不大好的影响。 晚晚从一开始说想要暂时不公开的人 都是你, 并不是我。 陈宗廷, 我攥着手机, 有些不解的清难,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答应我? 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隐瞒和我结婚的事? 为什么, 偏偏就是我。 晚上回家再回答你。 我到晚宴现场的时候, 自然招来了无数异样的视线, 只是让我稍有些不解的事。 陈宗廷既然会出席的慈善宴, 自然规格不一般。 周家能够得上, 但江家肯定是不能的。 可周文渊在, 江家的人也在。 我进去时, 江家人正热络地簇拥着周文渊。 而我一母同胞的亲姐姐江兰, 看着周文渊的眼神娇羞又炙热。 江婉, 你怎么也有脸来? 江兰亚一开口后, 江太太立刻沉着脸走了过来。 江婉, 这是什么场合你不知道? 你跑来丢人现眼, 让别人怎么想我们江家? 我望着面前优雅端庄的贵妇, 心底已然在吴波兰。 不是已经登报断绝关系了吗? 所以, 我和江家没有任何关系, 丢人现眼, 也丢不到江家身上去。 可你到底还姓江? 港城人谁不知道你是我的女儿? 那你说该怎么办? 江婉, 你离开香港吧, 让你那个金主带你出国, 或者回菲律宾去。 爸爸不是答应我, 风头过去会让我回来的吗? 江太太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你在一想天开什么? 江家的家谱已经把你除名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也就是说, 不管从法律意义上, 还是亲缘关系上, 我和江家都无任何关系了。 对? 好。 我转身看向四周, 江太太的话, 想必大家都听到了。 江婉, 你还是赶紧走吧, 何必非要闹到脸面丢尽呢? 江兰故作温柔大方, 周家小公子也在, 别让人看了笑话去。 周文渊此时却也开了口, 江婉, 你不是说要结婚了? 周小公子, 人家在菲律宾有妻有子, 全球各地到处都是情妇, 怎么可能争取她? 所以, 你那天的朋友圈是假的? 我刚想说什么, 周文渊却已经一步上前, 攥住了我的手臂。 江婉, 我再问你一次, 她话还未说完。 宴会厅忽然就静寂了下来, 陈先生来了, 陈先生怎么会来参加这样的小宴会? 这我哪知道, 不过今晚真是转了, 竟然能见到陈先生本尊。 陈先生怎么往这边过来了? 天哪, 陈先生怎么一直看着这个方向, 看的是江家大小街吗? 似乎是听到了这些议论, 江兰的脸飞快红了起来, 江太太面上也带了掩饰不住的喜色。 我回头看向陈宗婷, 她还穿着黑色的商务正装, 看起来十分严肃难以接近。 这一刻我不免有些恍惚, 这个我曾经只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过的男人, 如今是我的丈夫, 他吻过我很多次, 他喊我晚晚, 他对我真的很温柔, 很像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丈夫。 晚晚, 陈宗婷开了口, 这是第一次他在大庭广众换我的名字, 不是江婉, 而是亲密私密的, 一生晚晚。 江兰脸上的笑有些滑稽地定住了, 江太太也有些正愣, 周文渊更是面带错愕。 我用力甩开她的手, 微红的眼底已经带了委屈, 陈宗婷, 她穿过人群, 静止走到我面前。 今天的裙子很漂亮, 妆化得也很适合你, 很美。 陈宗婷, 我想哭又想笑, 在我眼泪就要掉下来的时候, 陈宗婷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我揽在了怀中。 好了, 我不过是迟到了几分钟, 你就被人欺负。 她说到欺负两个字的时候, 目光很淡地掠过了众人。 江太太脸色煞白, 江兰下意识往她身后躲了躲。 陈宗婷的目光, 最后落在了周文渊脸上。 周小公子, 刚才与我太太聊什么呢? 陈宗婷话里的太太两个字, 堪比炸弹。 原本死寂的人群, 历时控制不住的一片梦声议论。 周文渊似还有些不信, 正正然开口, 太太。 对, 江婉, 是我陈宗婷的太太。 陈宗婷话音刚落, 江太太忽然醒过神一般, 几步走到我身前, 轻易地拉住了我的手臂。 晚晚, 你这孩子, 这么大的大喜事, 你怎么不告诉妈妈知道呢? 我推开她的手, 江太太, 我已经不是江家的人了。 江太太一正, 忙到, 这亲生母女哪里有什么隔夜愁, 咱们母女两个误会说开也就好了。 我摇头, 没什么好说的, 我和江家, 没有半点瓜葛了, 足谱为正。 江太太急得一头汗, 又殷切看向陈宗婷, 陈先生您看, 我们晚晚孩子气得很, 还在和我呕气呢, 我听太太的。 陈宗婷揽住我, 声音冷淡, 晚晚说和江家没有关系, 那就是没有关系了。 陈先生, 江太太如丧烤笔。 江太太, 陈宗婷忽然开了口, 据我所知, 近十年间江家不曾在慈善上捐过一分钱。 江太太闻言, 历史汉如雨下, 僵硬地想要辩驳, 却又说不出只言片语来。 原来没捐过一分钱啊, 那每次慈善晚宴, 江家人都削尖了脑袋挤进来干什么? 姑名调预备, 真是无耻。 江太太无言再待下去, 带了江兰狼狈离开。 陈宗婷揽住我, 晚晚, 我们也回家。 还没有给孩子们捐款, 我小声提醒她。 陈宗婷低头亲了亲我, 秘书去了。 陈宗婷, 我心脏, 快不行了, 昏沉沉的室内, 我只觉得一阵一阵眩晕。 熟悉的缺氧感袭来, 我攥紧她的手臂, 偏过脸大口呼吸。 陈宗婷沉下身, 额头与我的倾底, 晚晚。 我能感受到她此刻很难熬, 可偏偏自己的身体这般不争气。 陈宗婷, 要不, 你娶一个健康的太太, 将晚。 陈宗婷的谋底是难得一见的严肃, 天底下不缺健康的女人。 可是我这样子, 你这样子怎么了? 她将我额上湿透的额发拨开, 将晚, 在我眼里, 你就是最好的。 陈宗婷, 身体不好, 我们就慢慢养, 慢慢治, 香港治不好, 就去北京上海, 去国外。 如果还是治不好呢? 陈宗婷俯下身, 很温柔地吻了我, 那我就禁欲修身, 正好齐家治国。 新年将治时, 陈宗婷终于得了嫌。 他带我去了北京一趟, 据说如今最好的心外科专家都在北京。 去做检查时, 我很有些紧张, 我们就进人室, 听天命好了。 陈宗婷习惯性地帮我整理好头发, 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所有详尽专业的检查都做完后, 那位头发全白的老专家很有些唏嘘地看着我。 我看了你的检查报告, 你算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中并不算严重的一类, 如果小时候及时做手术干预, 你早已恢复健康了。 我不敢置信地望着医生, 连连摇头, 医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从小到大, 我的家人都告诉我, 我的病是治不好的。 他们带我去了很多个医院, 都是一样的说辞。 到后来我再也不愿意去医院, 再也不愿意听自己一遍一遍被宣判死刑。 他们告诉我, 只能花钱这样精心地养着, 我能活下来, 长大成人, 都是拜他们所赐。 陈宗廷将我抱住时, 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流了一脸的眼泪。 他们骗我的, 是不是? 他们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如果不愿意给我治病, 可以把我丢掉。 宋人, 为什么要骗我, 骗我这么多年? 晚晚, 不要去想这些问题了。 你可以恢复健康, 这比任何事都重要, 知道吗? 我只是想不通, 陈宗廷更紧地抱住我, 那就不要去想那些没有意义的事。 我们向前看, 别回头了。 春暖花开时, 陈宗廷来接我回香港。 那时我已经平安出院, 身体休养得很不错了。 数日前他爷爷并未下了通知单, 他连夜返岗去医院。 一直到前日, 老爷子再次闯过鬼门关, 病情稳定下来, 他才放下心。 我和他, 已经整整半个月没有见过面。 陈宗廷走下车, 却并未向我走来, 我们之前约定过的。 在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要跑到他的身边去。 像每一个健康的姑娘一样, 他张开手臂。 我立了裙摆跑下台阶, 穿过满园的碧绿鹅黄, 轻盈地跑在春风里。 二十一年来, 第一次这样奔跑, 连稍显寒冷的春风, 都是温序的。 我不管不顾地扑到他的怀中, 仰起脸要吻他。 可今日我穿的平底鞋, 他身量实在太高, 我只能点起脚。 但他低了头, 迎合了我的吻。 和陈宗廷结婚, 已经有将近一年了。 但那天晚上, 却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放纵自己的样子。 他亲吻我胸口的伤疤, 做手术留下的印记, 仍很清晰, 有些丑陋。 我不想给他看到, 抬起手想要捂住。 陈宗廷却不肯, 会不会很丑? 和那天晚上一样美。 原来, 你一开始就寄予我了。 不, 比你想得更早。 那是什么时候? 你之前见过我吗? 江婉, 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 和你的丈夫叙旧吗? 陈宗廷扣住我的双手, 再次俯下身。 陈宗廷, 我好晕, 没办法呼吸了, 我顾忌重施。 他自然是不信的, 但却仍是在最激烈的时候停了下来。 我的心脏跳得很快, 但却不会再撕扯着一样脚痛。 胸腔里蓬勃着涌动着的, 只有压制不住的情巢。 我主动缠上他, 轻咬他的下巴。 陈宗廷, 你不用再顾忌我的身体了, 以后, 你想怎样做就怎么样做。 我见过陈宗廷在湾区大会上做报告时, 严肃认真的样子。 也见过他在办公室里开跨国会议, 英语、法语、粤语都流畅标准的样子。 私下在家时, 他亦有随和闲事的一面, 家中庸人甚至都敢和他日常玩笑几句。 但只要他连起笑意, 身边人就历时尽若寒蝉。 而此刻的他, 眼底有着清晰的欲望和强势的占有欲。 他放任自己沉沦于情欲, 与我一起跌入滚滚红尘中。 无止尽的欢愉中, 他似比我更纵情, 投入。 从前我不懂, 为什么至亲的人会这样对我? 后来我才明白, 那二十一年来吃得苦受的委屈, 不过是为了让我再次遇到陈宗婷而已。 陈宗婷, 你是不是, 这是我第一次问? 我还没有说完, 陈宗婷好似知道我要问什么。 他的吻落在我耳边, 湿热的手指与我的紧紧纠缠。 我听到他的声音, 微雅而又低沉地聊人。 姜婉, 我中意你。 姜婉十六岁的时候, 经常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去做义工。 青春期时, 很多女孩子因为发育的关系, 都处在一个略显尴尬的时期。 但姜婉却已经出落得十分美丽动人了。 因为生病的缘故, 她本来就性子孤僻。 如此一来, 自然就更不合群。 陈宗婷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陪爷爷去教堂祷告。 她作为志愿者带福利院的孩子们参加唱诗班。 孩子们唱歌的时候, 她穿着白色裙子弹钢琴。 合唱完毕要合照时, 原本该站中间的她, 却被人挤到了角落里去。 她也不争不强, 安安静静站在最后排不起眼的位置拍了照。 没人会注意这样的小插曲, 但爷爷当时却忽然对她说了一句。 你看那个弹钢琴的小姑娘, 小小年纪却很能沉得住气。 她也因此, 多看了她几眼。 那时候她24岁, 正意气风发, 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心无旁骛到了极致。 当时心头也不过只留下了一个很淡的印象, 她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 第二次再见到她的时候, 是在她和周文渊的订婚礼上。 因为爷爷和周家长辈有点交情, 周家三番相请, 她自然要给面子。 订婚礼那天就去露了个脸。 很多人都在议论那天的女主角, 但话里话外有两重意思。 一是, 江家这位小姐实在是生得美丽, 但可惜身体不好。 二是, 周家虽然不差那一个亿, 但江家这样的破落户, 就算江小姐再美, 好似还是周家吃了亏。 她不知怎么来了兴致, 往台上看去。 江婉仍是穿着很漂亮的白色裙子, 但整个人看起来却全无生气。 就像是被精心打扮起来的人偶, 眼底一点的活气和灵动都没有。 她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那个很热的夏天。 唱诗般的孩童们声音稚嫩宛若天籁。 坐在钢琴前的少女, 温婉而又安静, 站在最后排角落里, 也平和笑着。 眼睛很黑很亮, 尚且带着银润的光, 和此时台上那个被人摆弄着的肢体 都显得僵硬的人偶, 怎么都无法重叠。 周文渊低头吻她的时候, 她不知为何, 忽然就转过了身去。 工作日益繁重, 其实她很少会再想起那只有两面之缘的人。 偶尔清闲, 和家中人聚会吃饭。 表姐妹堂姐妹间, 倒是时不时会提起姜婉这个名字。 说起来她也真是可怜, 先是被娘家人给卖了, 这周家小公子也不待见她。 是啊, 听说订婚两年了, 周小公子从不曾登江家的门一次。 我看这婚事, 怕是没影了。 那周小公子当初为什么会同意和她订婚? 如果说是涂她的美色, 那为什么订婚后又冷落她? 她站在聪裕的矮树后, 一时静平了呼吸。 我听周家旁之一个小姐说的, 周小公子一开始确实对她有点意思, 所以江家狮子大开口, 她也认了。 但那江小姐, 病病歪歪的私生活, 却很不检点。 不会吧, 我见过江婉好几次, 我们经常一起做义工, 她看起来真的是个很好的姑娘。 是她亲姐姐江兰, 不小心说出去的, 应该不会有假吧? 到底怎么不检点了呀? 好像说她十六七岁的时候, 就跟很多男生好过。 和周小公子订婚前, 还和别的男人在酒店私会, 江家花了很多钱, 才勉强把事情压到了订婚礼后, 你们想想, 周小公子那样心高气傲的人, 会咽得下这口气。 所以订婚礼后, 江婉就被送回了江家, 周小公子碍于脸面, 丑事只能遮掩下来, 但也从此对江婉厌气极深了。 那为什么不干脆退婚好了? 可能, 她心里确实喜欢她, 所以不甘心, 却又隔应着江婉做的事, 自己也很矛盾吧。 我还是不大信江婉会做这种事, 你说酒店私会, 有照片吗? 好像看到过, 我去找找, 表哥, 堂哥, 你怎么过来了? 小叔叔好。 她忽然拨开树丛走出去, 女孩子们都吓了一跳, 忙纷纷站起身来, 乖巧地问好。 她当时的脸色大约不太好看, 原本还热闹的园子里, 瞬间就静寂地吓人, 功课都做完了, 一个个在这里胡言乱语, 非议别人。 陈家的家风十分严谨, 尤其是对女孩子们, 教养得尤为严格。 小姑娘私下聚会讲讲八卦可以, 但今日说的这些, 确实有些过了。 若是长辈们知道, 怕是要动家法的。 众人吓得几乎都要哭出来, 她又狠狠吃了几句, 直到他们一个个抹颜躺泪的发誓, 再也不非议别人, 她才转身离开。 此后几日, 她的心情一直不大好。 那个周末, 她难得得了闲, 陪着爷爷又去教堂, 竟又遇见了她, 依然是穿着肃静的裙子, 给孩子们伴奏钢琴。 可人看起来更瘦了一些, 那双眼仿佛总是含着一层雾蒙蒙的愁绪。 她弹错了一个音, 慌乱的脸色发白, 琴声也断了。 有人过来不留情面地斥责她, 她低着头坐在那儿, 要哭不哭的样子。 接下来的弹奏, 却再无半点错。 她总忍不住看向她, 心里甚至在想, 如果她眼眶中的泪落下来, 她一定会站起身走过去。 可她最终还是没有哭。 但离开的时候, 她忍不住又折转回去, 悄悄找了牧师, 让她转告她。 你穿裙子弹钢琴的样子, 真的很好看, 希望你可以快乐一点。 再后来, 那一晚的港圈盛宴, 一时的决定, 引出了一生的姻缘, 解开她衣裙暗扣那一刻, 其实她就已经决定, 无论如何, 要用多大的代价, 都要把她从周文渊身边带走, 然后把她娶回来, 却没想到, 她会主动对她说, 要做她的妻子。 她忍着逐渐剧烈的心跳, 用最平静的声调 对她提出自己的条件, 三天内, 她要和她领证。 她答应那一刻, 她快乐地像是回到了年少时, 帮她整理头发那一刻, 她不会知道, 她用了多么大的自制力 才控制住自己, 没有唐突地吻她, 让她穿上最漂亮的裙子, 和她去领结婚证。 她会一点一点地, 把记忆里那个最美好的姜婉找回来。 好在, 她终是得偿所愿。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秦氏集团现任总裁秦峰 是我的发小。 大四毕业以后, 我从是回到了北城。 我爸实在是受不了 我每天在家躺停等死混日子, 于是把我塞给了秦峰。 公卫就被安排在了总裁办公室边上的隔间里。 与其说是工作, 不如说是换个地方继续躺着。 从小放荡惯了, 秦峰也早知道我这副德行, 所以不太会给我安排工作。 早上九点半, 我卡点在机子前打上了卡。 今天的会议格外地久, 我杯子里的牛奶都快要见底了, 也没能等到秦峰回来。 窝在他的椅子里, 惬意地晃悠着腿转来转去, 又在办公室里滑行消食。 正巧挪到边上, 眼前的那扇门猛地被人推开, 直接把我人连着椅子撞倒了。 嘶,好疼。 屁股与地板撞击, 发出一声结实的咚, 当场就把我的眼泪给磕出来了。 又在我办公室干嘛呢? 秦峰颇有些无语地在我身边蹲了下来, 握着手腕就像拎小鸡一样, 把我从地上脱了起来。 我顺势把眼角溢出的眼泪 擦在了他黑色的西装外套上, 留下了一块更深的水渍。 他嫌弃地抵着我的脑袋将我推开, 椅子扶起来, 嘴巴去擦擦。 嘴巴咋了? 西平的手机屏幕正好反射出我唇半旁边一圈 已然被风干的白色奶沫, 滑稽又可笑。 算了, 习惯就好, 反正活了二十几年, 我在秦峰面前丢脸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咖啡凉了, 你再去做一杯, 事儿多。 我揉着屁股, 端起那杯凉透了的咖啡往茶水间走去。 回来时, 秦峰对着显示屏不知道在看啥, 显然是入了迷。 就连我走到他身后了, 都没有发现。 不过这电脑桌面上的图片有点眼熟, 正是我前几天发在朋友圈里的那套纯玉峰写真照。 呦呦呦, 被姐迷倒了吧, 小秦子偷偷看我照片呢。 秦峰被我突然地出声吓了一大跳, 这才匆忙晃动鼠标, 把桌面上的照片给关掉。 难得看到他如此慌乱。 来不及了, 我都看到了。 嗨嗨, 我只是有些好奇, 你那每天喝的牛奶都喝哪去了? 靠, 姐虽然才一百六十, 但是比例很好的好吧, 胸大腰细, 大长腿。 我俯下身靠近他, 挺了挺胸, 试探地问道, 你, 你不会是没看见我可观的看吧? 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他白皙的耳根很快就染上了粉红色。 这可真有意思, 传说中北城女人的梦中情人还是个纯情大男孩呢? 我夸张地感叹, 真的呀。 秦峰, 你也有今天啊。 从小到大, 秦峰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好, 体育好, 长得还好看, 让人挑不出缺点。 可就是因为认识, 我爸妈就老拿我俩比较。 在他们口中, 我样样都比不过秦峰。 好不容易抓到的机会, 当然要好好嘴两句了。 秦峰, 不会吧, 不会吧, 要不要姐姐我给你介绍小美女呀。 她显然是有些怒了, 把我推开, 起身就往办公室门外走去, 有点落荒而逃那味儿了。 我当然不能放过她, 连忙屁颠屁颠跟上她, 在她身后叽叽喳喳。 迷迷糊糊上了她的车, 我才发现这个行驶的方向有些不大对劲, 不是以前我们中午常吃的那家私房菜, 更像是她的家。 我看着她冷峻的侧脸, 眼里充满疑惑, 不是去吃饭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带你去吃饭了? 态度有些差, 但是听不出什么情绪。 那门口停车吧, 我要打车去吃午饭, 饿死了。 哼,晚了。 她一个转弯, 静止开进了她家院子里, 停车锁门的动作一气呵成。 可我还没来得及下车, 她就把我锁在了车里, 用力拍着车窗, 试图唤醒她最后的良知。 她却站在车外一动不动, 落在我身上的眼神 颇有点逗小孩的顽劣。 终于, 在我破口大骂之前, 车门被打开了。 嘿, 你这人, 我, 秦锋并没有等我, 转身便往别墅里走去, 只有一路小跑, 才能勉强跟上她。 她这套房子我也来了好多次了, 轻车熟路地换了鞋, 进了客厅。 看秦锋指住了脚, 就想着上前去和她理论一番。 秦锋, 我跟你讲, 你这行为很恶劣。 伸出去的手还没碰到她的肩膀, 就被她强硬地拉进怀里, 转眼就坐在她结实的大腿上, 耳边是她的咬牙切齿, 看来, 兮兮很懂。 哈, 我咋有些听不懂了, 但转念一想, 她估计是对我之前的调戏 有些不符吧。 那, 那是当然。 我显然是有些耸了, 但仍是装模作样地 直接对上她的眼睛, 湿热的鼻息喷在耳后痒痒的, 鼻尖充斥着她好闻的气息。 秦锋看着我吞吞吐吐的样子许久, 松开了本来拽着我的手指, 做出一副了然的样子。 谢谢, 感觉自己有被冒犯到。 我转身便毫不避讳地 胯坐在她腿上, 双手圈住她的脖子, 慢慢靠近, 以在她的脖梗处, 风风咯咯, 你不会没有谈过恋爱吧? 到底行不行啊? 感觉到她扣在我腰后方的手, 微微颤抖, 像是在隐忍着什么。 马上, 她双手收紧, 我腰间的软肉愈发紧绷, 都能感觉到明天要留下红印子了。 你弄疼我了。 她吞咽了一口, 便把我从身上推下去, 紧接着拎起我的包, 往我怀里扔, 推嗓着我的肩膀直至门外。 砰的一声, 把我关在门外。 哼, 居然把我赶出来了。 一点身世风度也没有, 越活越回去了。 以前发烧三十九度半, 那个在我难受时, 偷偷给我买冰淇淋吃的小秦峰一去不复返了。 下午我当然是没有再去上班, 一连好几天, 我都躺在家里摆烂。 本想等秦峰向我道歉了, 我再勉为其难地原谅他, 结果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后来还是我爸最先看不下去, 又一脚给我踹出了门。 他是死活都不肯相信秦峰会无缘无故赶我出门, 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 人家小秦赶你出门也是有正当理由的。 你该。 你给人秦峰去道歉, 他没原谅你, 你就先别回来了。 可是今天周末爱, 秦峰他不上班。 我爸甚至都不愿意听我讲完, 就关上了大门。 咔哒, 是上锁的声音, 紧接着从窗户里丢出来我的车钥匙。 我蹲在地上捡起车钥匙, 顿时一阵无语。 到底谁才是亲生的蛙? 这老头的胳膊肘从来就没有向我的方向拐过。 坐在驾驶座里的我身上还穿着夏天的睡衣, 脚上也还踩着凉拖。 幸亏我车上常背着运动鞋, 不然指定让交警拦下来。 虽然很不愿意, 但是不得不把秦峰从我的黑名单里放出来。 嘟嘟嘟, 一直到电话快要被自然挂断时, 对面才接起来。 喂, 慢死了, 你在家吗? 嗯, 你来。 电话另一端的男人刚刚应该在睡觉, 微雅的嗓音还带着被吵醒的起床气和不耐烦。 我过来了, 掐断了电话, 我就直接一脚油门踩到了秦峰家门口。 主人知道我要来, 院子的铁门敞开着。 我把车开进院子里, 亮红色的保时捷和秦峰那辆黑色的麦巴赫并排停放着。 喂, 秦峰, 我来道歉。 我甩掉脚上的运动鞋, 冲进他家门口, 就开始嚷嚷, 可是没有任何人应我。 估摸着他可能又躺了回去, 我气呼呼上楼静止冲向他的房间, 均匀的呼吸声充斥着整个卧室。 好机会, 我悄咪咪地凑近到他跟前。 手机还没掏出来, 仿佛就已经被他看穿了。 此时本该熟睡的人却率先睁开了眼, 漆黑的眸子直勾勾盯着我。 我要是说, 我就是想凑近看一看你的神眼, 你会相信吗? 脸上还挂着被抓包的尴尬。 他冷哼一声, 毫不见外地就把我拽进了他的被窝, 以一种奇异的姿势被锁在他的怀中。 我无力地挣扎了一下, 不过并没有挣脱开他的桎骨, 反倒把自己搞出一身的汗。 秦峰掰过我的肩膀对着他, 睡衣的领口经过剧烈挣扎后, 已经松松垮垮地挂在肩头。 他倒是眼都不眼, 眼睛就直直地探入我的胸口。 我低头捂着领口, 含着胸, 你是流氓吗? 没见过女人? 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啊? 虽然秦峰是对着我说的话, 但此时却更像在说服他自己。 后一秒, 将他的头埋进我脖梗中, 带着几分湿热的鼻息, 直接喷到我裸露的肌肤, 瞬间被烫得往后退了一步。 这个动作却引起了秦峰的不满, 大手用力扣住我的后腰, 一下缩短了我们的距离。 秦峰, 你冷静一点。 我能感觉到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颈侧皮肤上传来阵阵刺痛,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它并不满足于此, 疼出手转过我的脑袋, 口腔里一瞬间满是薄荷的牙膏味。 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 它松开了我, 勾着唇看着我在怀里喘着粗气, 满是戏弄。 那你要不现在喊我生哥哥, 我勉强放过你。 你这是要闹翻天了呀, 我可比你早两小时出来的。 行, 那算了。 狭长的桃花眼盯着我, 看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等, 等一下, 没办法, 我只好服软, 不然这个变态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来。 哥, 哥? 他的毛子好像更黑了, 深不见底。 可是下一秒就松开手, 狼狈地往浴室跑去。 耳边是浴室里哗啦啦的水声, 还有男人满是荷尔蒙的嘀吼。 我当然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了, 只是一时还有些接受不了从小熟络的擒风队自己这样。 趁着他洗澡, 我整理好衣服就灰溜溜地逃回家了。 刚进门, 父亲正坐在沙发上刷着新闻。 看到我进来冷不丁地开口, 你以后别太任性。 秦峰已经给我来过电话了, 说是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得要下周三再去上班。 他出差两天, 天知道他对我有什么想法。 我发誓他缠我的身子, 可我的附近大人显然是不信的。 周三秦峰出差回来了, 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穿着职业装的美女姐姐, 一头利落短发, 看起来干练极了。 我坐在沙发上和他们打招呼, 秦峰却只是微微汗手回应, 落在我身上的视线夹起来不超过两秒。 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丝毫没有要给我介绍的意思。 我有些气急, 瞪大了双眼看着他们两个人一同走进了办公室。 他居然, 还关上了门。 可笑, 这是在访我吗? 不过我这个隔间是临时在秦峰办公室里搭出来的, 隔音效果并不好。 所以, 就算坐在座位上, 也能清楚地听到女人爽朗的笑声。 我的耳朵紧紧地贴在墙上, 但除了笑声便再无其他, 很难听清楚他们在聊什么。 张秘书惊讶地望着我以一种奇异的姿势站在椅子上, 唐小姐, 唐小姐, 我尴尬地从椅子上下来, 哦, 哈哈哈哈, 那个, 我打蚊子呢。 他看上去并不相信, 一脸了然, 那您随意, 小心, 这能听得到个啥, 聪明地我准备顶着送咖啡的借口, 进去打探一下情况。 却被张秘书拦在了办公室门口, 唐小姐, 秦总有规定, 在这期间禁止任何人进办公室。 我就送个咖啡, 他们有的, 切, 我才不稀罕呢? 居然还不让我进去看, 这会儿肯定不知道又是在里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上周对我这样那样, 转眼间却又搭上了别的美女, 渣男。 我才不在意呢, 不要我的咖啡是你没有口福。 呸呸呸, 苦死我了。 平常不喝咖啡的我, 此时站在茶水间里, 喝着手上还冒着热气的美式。 咕咚咕咚两杯下肚, 一直到午休的时候都不困, 精神地玩了一下午的手机。 秦峰要是不喊我做事, 公司就没人会搭理我, 这倒也是清闲的自在。 下班前, 去上了个厕所, 在起身穿裤子的时候, 进来了两个女职员。 奇怪, 唐小姐和秦总不是一对吗? 怎么又来了个冯总啊? 我正准备推门出去的手停在了原地, 好家伙, 吃瓜吃到我的心砍上了。 你不知道啊, 说是唐小姐只是秦总的妹妹, 好像是家里安排才来的公司, 看她那个样子估计是个美丽废物。 那个冯总才是秦总的女朋友, 听说他们大学就在一起了。 文言, 我攥紧了手里纸巾的包装。 好一个废物妹妹, 感情我在他们心里就这形象是吧? 好。 啊, 怪不得, 确实感觉冯总和秦总的磁场更搭呢, 强强联合。 直到他们俩洗完手, 听着高跟鞋踩在地砖上的声音, 渐渐传远了以后, 我才磨叽地从隔间里出来。 站在镜子前, 呲牙咧嘴地敲了敲我那双蹲的有些抹了的腿。 下班连空气都是甜的, 李秘书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口等我了。 唐小姐, 秦总今天说你没什么安排了, 可以先下班回家。 那他今天不送我吗? 嗯, 秦总还有个饭局, 说是让你自己打车回去。 他报销, 和那个冯总一起。 嗯, 是的。 在哪? 张秘书对着我摇了摇头。 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见色忘义的家伙。 半夜, 我才洗漱完, 躺倒在床上, 就接到了秦峰的电话, 唐希, 帮我买盒寄生用品送来。 当场炸裂, 他是不是有病啊? 我生怕自己听错了, 买啥? 他又强调了一遍, 寄生用品, 最大的那种。 哈? 这人, 怎么好意思让我一个黄花大闺女 买这种东西? 虽说是私人助理, 但这东西也太私人了吧? 我自己都没用过呢。 我没好气地回他, 不要, 你点个外卖。 我是老板, 还是你是? 要是不来, 这个月工资没了。 他说完就挂了, 威胁我, 不过确实被他拿捏住了。 我爸怕我不去上班, 早就把我生活费给了。 给断了。 不至于让我当场射死。 我对这是没啥经验, 就把货架上所有大马的, 以每款两盒的量, 给放进了我的筐里。 这下总够太用了吧? 各种类型和口味都在了, 结账时才发现这还挺贵, 明显超预算了。 突然就有些肉疼了, 之后非得找他报销不可。 整栋别墅里, 只有他的房间里, 开着暖黄色的夜灯。 我试着按了暗门铃, 他远程给我开了门, 进来, 车停院子里, 东西拿到房间来。 呵呵, 还非得让我把车开进来, 难不成半夜交警, 还会来贴罚单不成。 不过吐槽归吐槽, 我也还是乖乖照做了。 怕打扰到他们的兴致, 我光着脚, 顺着楼梯悄悄地上了楼。 到他房间才知道, 哪有什么锋利呀, 连个女鬼的影子我都没有看到, 原来我才是那个冤大头。 昏暗的卧室里, 空无一人。 哈喽? 正犹豫要不要进去, 秦峰悄无声息地从门后面溜出来, 伸出手, 把我拉了进去。 用膝盖把我抵在门后, 略带酒气地吻便落了下来。 紧接着被抱起, 压在了柔软的被褥上, 双手被扣在上方, 男女力量悬殊。 喘息的空隙间, 秦峰浮在我身上, 伸手探着旁边的塑料袋。 等一下, 八百五十九。 啊? 他呆了, 止住手上的动作, 直接微信转给了我。 下一秒, 又附上我的腰, 我们稀稀买这么多, 那我们今晚可得好好体验一下了。 西瓜喂得怎么样? 我记得你喜欢。 我喜欢西瓜, 是这个喜欢。 略带沙哑的声音落在耳边, 迷离的双眼, 有些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但是身上却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深情。 我想他是疯了, 我也是疯了。 在他的脸再一次往我耳边贴下来的时候, 我抵住了他的胸口, 秦峰, 我是谁, 你看清楚了吗? 他似乎有些愣神, 瞇着桃花眼, 仔细凝视着我, 像是在辨认。 我心凉了半截, 难难, 我不是逢利。 我知道, 你是小混蛋, 你才混蛋。 但也松了一口气, 渐渐收回手上抵抗的力气。 结束时, 主卧的床单早已一片狼藉, 又被秦峰低溜着去了客房, 这才得以入眠。 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傍晚了, 手边的枕头早就空了。 盯着满地凌乱的衣物, 和身上穿着的男士衬衫, 昨晚荒唐的记忆又涌了上来。 我捂住了通红的脸颊, 这事都干了些啥呀。 一晚上没回家, 手机里却仅只收到了零星几条消息, 其中竟只有一条, 是爸爸早上发来的微信, 我女儿出息了, 居然会主动加班了, 爸爸很是欣慰。 我的爸爸呀, 这哪里是在加班啊? 你女儿我都被人吃干抹净了, 你还在这里马卡巴卡呢? 秦峰就像是在房间装了监控一样, 还没等我下床, 就掐着点打了电话过来, 醒了, 昨晚我没把握好力度, 下次不会了。 呵, 下次, 我信你个鬼。 我就快到家了, 带了你爱吃的那家, 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他说了什么, 脑子里已经糊成了浆糊。 本措辞好的话, 此时出口却成了, 你喜欢我。 秦峰, 电话那端没了声音, 许久才回, 你觉得呢? 切, 开车不能打电话, 挂了。 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 我知道这是在躲避。 是喜欢的吧?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现在的心情, 就像是那种气泡水经过摇晃后起的泡泡, 不停地往上冒。 喜欢上秦峰, 是我早在初中就意识到了的事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少女的每一篇日记里总会出现同一个人, 她的目光也围着她转。 我没有勇气和她告白, 怕连朋友都做不成。 高考以后, 我骗了她, 独自一人去了离家很远的一城, 她却按照原来的约定留在了北城。 被我骗后的她, 打电话不接, 也拒绝和我见面。 后来, 大学四年里, 我和很多男生都试着谈过。 但无一例外, 他们都受不了我的娇气, 每次还没牵手就分了。 于是, 毕业以后, 我又灰溜溜地跑回了北城。 正准备坐起来, 才发现我的腰间和大腿内侧的肌肤 被掐得又红又紫, 惨不忍睹。 秦峰上辈子莫不是个屠户, 下手这么重, 站在地上的腿颤颤巍巍。 得累, 我又兴兴地躺了回去, 脸埋进枕头中, 鼻尖全是秦峰家好闻的沐浴露味道。 安静下来以后, 耳边响起了昨晚睡前秦峰低哑的声音, 嘻嘻, 你自己招惹的, 给我受着。 床头的相框倒扣, 可能是昨晚不小心碰到了吧。 我想也没想, 就伸手把他扶了起来。 居然是秦峰和冯丽的合照, 地点就是我们当初约好的北城大学。 和他们说的一样, 郎才女貌, 很配。 我又扣了回去, 眼眶里的泪水再也憋不住了, 滚落脸颊, 衣巾湿透。 狼狈地捡起地上早已褶皱的衬衫穿, 刚好, 赶在秦峰回来前, 离开了他家。 唐熙, 你就是个胆小鬼, 我在内心唾弃着自己。 熙熙, 你, 妈妈, 我好困, 想睡觉。 秦峰估计已经到家了, 在我开车路上打了好几通的电话, 但是都没接到, 没想到他竟然来得这么快。 刚洗漱完, 就听到窗外车门被甩上的声音。 小秦, 来了? 王姨好, 那个熙熙。 熙熙说她不舒服, 人在楼上睡觉呢, 你直接上去吧。 门被推开, 秦峰进来了, 走到我面前蹲下。 我翻了个身, 避开她的视线, 继续把脸埋进被子里, 不看她。 她把手伸进来, 戳着我的肩膀, 小混蛋, 你又在闹什么别扭? 你走吧, 我心里有些难受, 想自己待会。 听到脚步声离我远去, 房间门被和尚带过来一阵风。 我生气地从被窝里坐了起来。 喂, 让你走, 还真走了? 啊, 啊还没出声, 就已经止住了。 对上秦峰含笑的眼睛, 他正抱着手, 站在门后面。 秦峰甩掉拖鞋, 铺上我的床, 连着被子一起紧紧地裹住我, 小混蛋, 我等不住你了, 磨磨叽叽的。 之前悄悄掉了我这么久, 没个结果, 拍拍屁股就走了。 昨晚用完我就丢, 你以为我是什么? 小玩具吗? 我没有什么底气, 却还是反驳, 我没有。 秦峰恶狠狠地捏着我的脸颊, 还没有, 你可闭嘴吧。 你高考考完偷亲完我, 转头就去了, 大什么意思? 我一下子抓住了重点, 你居然醒着。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知道他为了留在北城, 整个高三都在封闭学习, 就连进考场前一秒, 都还在努力看书。 我们俩考完回家的车上, 才昏睡在我的肩膀上。 看着他的睡颜, 我没忍住诱惑, 就靠过去轻薄了他一下, 不过就一下。 我这不是怕你看到我尴尬呀, 小姑娘脸皮薄, 况且我那时候也害羞呢。 你害羞个毛线啊。 他像是蹲妈了, 站起来揉了揉腿, 下一秒, 掀开被子钻了进来。 你下去。 我不, 待会儿小混蛋又躲起来了, 这一次不知道又是几年。 像是被他戳穿, 我低头不语。 下巴被轻轻抬起,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 为什么又要逃跑了吗? 小灰姑娘, 冯丽, 她很漂亮, 也很适合你。 耳边是秦峰的笑声, 我有些不悦, 重重踢了她一脚。 我故意的, 本来学姐是提议, 要来我家替我演艺处的。 但是呢? 我怕某人直接生气不理我了, 所以就小小地刺激一下, 果然很有用。 文言, 我伸手使劲掐了一下她腰间的肉。 她也不恼, 有一下没一下地捏着我的耳朵, 消气了吗? 不然不知道得什么时候, 才能把小混蛋拐回家呢? 没有。 门缝越开越大, 然后我爸妈一个亮枪就冲了进来。 那个, 老唐啊, 饭好了吗? 饿死了。 眼看着我妈拧着我爸胳膊往外拽去, 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 秦峰把我轻轻揽进怀里, 小混蛋。 姐姐? 女朋友? 老婆? 老秦啊, 你猜怎么着? 成了? 什么绿地项目啊? 你这猪脑子。 我说的是两孩子成了。 你怎么蠢了巴基的? 我是说你儿子和我女儿。 终于把秦峰这小子拐进我唐家了。 哈哈哈哈, 那啥, 以后他就住这了哈, 再也不回来了。 上门女婿怎么了? 我唐家比不上你家。 见我爸越说越夸张, 对上秦峰含笑的毛子, 我老脸一红, 爸, 你太大声了, 我都听见了。 行, 爸爸不和你秦叔吵, 和小屁孩一样, 幼稚鬼。 你也没好到哪去吧? 还好有我妈。 这气氛有些尴尬, 你看我爸这人, 哈哈哈哈, 我妈就稳重多了。 结果下一秒就被打脸, 姜妮, 明天有空吗? 一起去看学区房。 你要敢拒绝我, 你就完了。 还有就是, 我刚刚给你发的那个婴儿车, 你到底看了没呀? 老用以毒来糊弄我。 该死, 我羞愧地埋进秦峰胸口, 坐起了安纯, 要不你还是把我埋了吧。 坐在饭桌前, 想象中的修罗场并未到来。 压根没有人搭理我俩。 他们四个人光自己就聊得可欢了, 完全无视桌前的当事人。 秦峰停下筷子, 王仪, 我想带兮兮去我家住。 可以吗? 只见我妈摆了白手, 随便, 你这浑小子, 还喊什么王仪, 叫妈妈。 继而又转头加入话题。 姐姐, 晚上水蜜桃的吧? 想都别想。 很好, 我被驱逐出家门了。 在这个金秋, 我和秦峰上半辈子 二十几年的革命友谊 终究变了之。 但也算是得偿所愿, 当初在禅寺整整一个寒假的义工 可算是没有白当。 第二天, 我便顺理成章地搬进了秦峰的家里, 可奇怪的是他看起来比我还要开心。 当天, 我拖着行李箱, 走进当初睡过的那间客房。 里面竟空空如也, 甚至连床也不翼而飞。 秦峰倚着门框, 抱着手, 那张床坏了, 我给拆了。 呵, 我会信吗? 我皱着眉头盯着他, 你可真有能耐。 新家具的寿命 怎么可能这么短? 不过是恶狼的小把戏罢了。 可我记得秦峰家书房里 应该是还有一张榻榻米的, 我转身就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像是早料到我会去那里, 秦峰兴冲冲跑到我前面, 迫不及待地替我打开了书房的门。 只见那张榻榻米上堆满了书, 根本无从下脚。 姐姐, 可惜除了主卧, 都没床了呢。 她这是铁了心要和我睡一起。 没办法, 只好推着行李进主卧。 正蹲在地上 整理带过来的行李, 在她第五六七八次 偷偷透过手上那面粉色镜子 看我的时候。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秦峰, 你老实看我干嘛? 小混蛋, 或许, 想要一个亲亲可以吗? 她也不再装模作样了, 把手中的化妆包 放到电视柜前, 直勾勾地盯着我。 嗨, 谁让我是心软的神呢? 朝她招了招手。 她笑着凑到我跟前蹲下, 期待地看着我。 要是她有尾巴, 我猜绝对能甩成螺旋桨。 不一声, 我亲在她脸颊上, 挑了挑眉, 示意她可以走了。 她站起身, 却没有离开, 反而朝我伸出手来。 我不明所以, 递给她, 她发力拉着我, 站到她跟前。 抱起我, 带着盘腿到她腰间。 紧乎间, 她堵住了我的嘴, 细细刮过每个角落。 小混蛋, 过家家呢。 你那个打发叫花子, 都不带这样的呀。 我有些慌了, 想要推开她, 可是她的手紧紧 估住我的腿, 并不想放我下来。 我, 我行李还没理完。 她皱了皱眉, 颇有些无奈, 能不能快一点呢? 急死我了。 扑, 我尽量。 这是惹了头饿狼吗? 怪凶的。 我摇了摇头, 逃逝地离开了主卧。 后来, 什么也没有发生, 因为我亲戚地突然到访。 我躺在她身侧感慨, 思, 弟弟, 我也不想割你的。 可是真不凑巧, 嘖嘖嘖。 她闭上了眼睛, 扭头不想再和我讲话。 我舒服地垫高脖子, 刷着手机里的短视频。 正巧收到陈奕文给我发的消息。 没戴耳机, 语音就直接外放了, 快看, 嘻嘻, 这个你铁定喜欢。 男菩萨, 巧克力的。 先品, 别说姐妹不带你。 本闭着眼睛的秦小郎, 直接凑了过来, 什么男菩萨? 先给我看看。 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手机, 点开视频。 视频里穿着灰色低腰运动裤的男生, 正光着上半身随着音乐扭动, 腹肌奔张。 腰腹那一块很有心机地涂了高光, 腹肌在灯光下还亮晶晶的。 嘶哈嘶哈, 确实不错。 我还故意撞了撞她的肩膀, 弟弟, 你觉得呢? 她一脸不服气, 切, 我还以为什么呢? 就这小身板还拿出来秀。 然后直接给对面回了条语音, 不准给她发这些了, 她有主了。 我故意扇了扇风, 好浓的醋味啊。 秦风温热的大手包裹着我的, 往她被子下探去。 在摸到快快分明的腹肌时, 我瞪大了眼睛。 她这是来真的? 我一下子就不困了, 拽走爱似的被子。 翻身坐在秦风大腿上, 掀开她居家服, 细细打亮着眼前。 这腹肌, 靠, 你居然还有胸肌? 我一把拉住她想要盖上的衣角, 我摸摸, 我摸摸。 秦风被我看得耳根子通红, 小混蛋, 你差不多得了。 啪一下, 灯被秦风关掉。 我原以为她只是害羞, 但紧接着冰凉的手指往我睡衣里探进。 等, 等一下, 等不了。 风风哥哥, 喊哥哥没用。 那, 老公? 也不行。 后来, 这件事情的发展愈发不可控了。 秦风, 你混蛋。 嗯, 我是。 早上醒来时, 嘴角被咬破, 虎口也还红着, 那只握着手机的手, 微微发酸。 男人, 如实招来, 是谁? 我认识吗? 快活去了。 对方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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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感情大了是吧? 晚上同学会, 你完了? 哼, 女人, 你最好想好怎么和我解释。 完了, 已经能想到晚上被陈一文按在地上质问的场面了。 和秦风一起去的话, 只会让结果变得更糟。 我自己收拾完, 便开车前往预定的酒店。 有很多的高中同学, 自从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停着当年的记忆拼凑出他们的名字。 唐熙, 快来。 陈一文早到了, 坐在沙发上和我招手。 刚走过去, 就被他用手机抵住了下巴, 快说是谁。 还能有谁呀? 就秦风。 我就知道是他, 当初让你送情书, 送完他就给我发了QQ, 说有喜欢的女声。 可是我想来想去, 和他走得比较近的就只有你。 真好, 什么时候结婚? 还早呢? 秦风也来了, 他身边围了好多人, 大多都是在聊项目合作。 陈一文忽然凑近, 盯着我的嘴唇, 又看了看人群中的秦风。 你俩昨晚挺嗨的。 说到这个, 我就来气, 还不是你那男菩萨嗨的。 抱一丝。 他眼里却满是调侃, 丝毫没有道歉的诚意。 陈一文眼尖地看到走过来的秦风, 哟, 秦同学如今不得了, 把我家小美女拐到手了哈。 一直都是我家的, 怎么成你家的了? 陈一文文言翻了个白眼, 这地方我是待不下去了。 班长端着酒靠近, 什么? 你们在一起了。 结果同学会结束, 再传到我耳朵里, 就变成了唐熙怀孕了。 孩子他爸是秦风。 我服了, 这个谣言就是这么来的。 洗漱完, 看到秦风坐在床上死死盯着我, 身边是厚厚一叠白纸。 我擦着脸, 走过去, 怎么了? 他一张一张摊开摆好, 算一下账吧, 小混蛋。 光是朋友圈官宣的就有十五个, 你还挺能整啊。 大事不妙, 居然忘记屏蔽秦风了。 不对, 当初就是故意给他看才发的朋友圈。 死到临头, 还在嘴硬, 那又怎么了? 我就不信你没谈过。 他低下头, 有些委屈, 嗯, 没有。 扑, 我挠了挠他的下巴, 安了, 手都没牵过。 嗯, 我知道, 我有你室友微信, 我还去过好几趟, 你的每一次辩论赛我都去看了。 秦风, 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 是朕不知道的。 唐熙今天有些奇怪, 居然没有和往常一样, 缠着我送他回家。 晚上拉开书包拉链时, 一封粉红色的信滑落出来。 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今天总是躲闪我的视线了, 原来是害羞。 小女生惯用的告白信的写法, 闻皱皱地扯了一堆, 倒是有些不像他唐熙会写出来的东西, 估计哪超的吧? 看到署名那一栏是陈一文的时候, 差点没给我气吐血啊。 这小混蛋, 给别人塞情书呢? 第二天, 我就还给了他, 警告他不准再替别人给我塞东西了。 他笑着答应了。 我松了一口气, 那个没心没肺的唐熙又回来了。 小混蛋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留在北城,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他去呢? 我去呢? 可是唐熙说, 我的成绩再这样下去, 根本就过不了北城大学的招生分数线。 可恶, 有什么是我秦峰做不到的事情, 不就是读书吗? 当晚, 我就把手机壁纸和电脑壁纸换成了唐熙。 效果确实不错, 每次想打游戏放松的时候, 都能止住手。 就是, 电子设备的寿命有些短。 昨天夜自修放学, 唐熙想夺我手机被单词来着。 幸亏我眼疾手快, 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就把它扔进了学校门口的喷泉里。 好险, 差点被发现了。 哥的手速可不是假的。 小混蛋今天偷偷亲我了, 他是不是也有点喜欢我呀? 不对, 喜欢我的话就不会偷偷抱绝大了。 今天趴在窗户上, 看到小混蛋来了好几趟, 每次都是揉着眼睛走的。 有点心疼, 但是不可以, 明明是他先骗我的。 我考上了北城大学, 本来规划好的留学计划也放一边了。 爸爸妈妈都很开心, 但是我开心不起来, 因为那里没有唐熙。 他又又又找了个男朋友, 但是我知道马上就要分了, 因为没有一个能挺过两天的。 小混蛋不给我发消息, 我也不给他发。 来呀, 和谁俩呢? 我秦峰绝不先低头。 今年寒假, 王仪说唐熙不回来了, 要和室友一起待在学校。 他真的好冷酷无情, 过年都不回来, 不回来看爸妈和我。 我真的好想他呀。 没忍住, 在除夕给他发了条新年快乐, 他就给我回来一句加一, 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呀啊呀? 等他回北城, 我非得给他捆起来不成。 好爷, 聚江女士第一手可靠消息, 唐熙明天就要回北城了。 那天要穿什么呢? 西装会不会太刻意了? 那, 花衬衫好像又太轻浮了。 他为什么不喊我接机? 除了我, 他们都被喊去接机了。 回来一周多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联系我? 烦。 今天联系了唐叔, 告诉他我想追唐熙, 能不能拜托他把小混蛋塞到我公司来。 转自他的原话, 我和你王仪, 四手四脚同意, 你赶紧地把他弄走。 速度, 唐叔就是我最爱的男人, 没有之一。 小混蛋这四年变了好多, 好漂亮啊, 好想带到家里藏起来啊。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爱喝热的甜牛奶。 服了, 好想抱抱他, 亲亲他呀啊呀, 受不了了。 他是不是在撩我? 啊啊啊, 喊我哥哥了, 好萌好萌, 好喜欢。 差一点, 差一点就忍不住了。 最近学姐来了北城, 他要结婚了。 我实在受不了小混蛋的若即若离了, 向学姐请教了以后, 他给我支了不少的招。 我打算今晚就用上。 开心, 小混蛋居然真的来了, 这还真好用。 嘿嘿嘿, 吃到了, 这下你没得跑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和男朋友, 早恋被发现了。 班主任请了家长, 男朋友的妈妈对着我就是一顿输出。 此刻, 这个甘瘦的中年妇女正站在我面前, 口沫横飞, 年纪不大, 就知道勾引男人。 我们家舒华以后是要上清华北大的。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估计以后也就上个专科去工厂流水线吧。 耽误了他你负得起责任吗? 我擦了擦他喷在我脸上的唾沫星子, 扭过头去看我男朋友姜舒华。 他低头避开我的目光, 一句话也没说。 一边的我妈怒道, 你说什么呢? 成绩好了不起啊, 说不定就是个书呆子。 江舒华他妈一听更来劲了, 总比你姑娘六门加起来一百分强。 什么东西? 你管不好, 我替你管。 说着他就要上来扇我耳光, 被我妈劈手拦了下来。 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 场面一时间陷入了混乱。 这时候, 门突然被推开了。 学习委员邱婷抱着一摞卷子走了进来, 眼神不住地往这边瞟。 邱婷之前作为年级第一在家长会上做过分享, 江舒华妈妈认得他。 一见邱婷进来, 他气焰更盛, 咬着牙讽刺道, 我儿子就是找, 也不会找你们家这个废物。 我儿子找, 也要找年级第一。 我看到邱婷脸色微微泛红, 偷看了江舒华一眼。 江舒华抬头和他对视又很快移开了目光。 最后这场闹剧以班主任的各打五十大板宣告结束。 江舒华虽然成绩好, 但我家里有钱, 没少给班主任送礼。 班主任也不好意思过分说我, 只提点了一句, 学生吗? 还是以学习为主。 乔如, 你们以后还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我能看出来, 班主任心里其实还是向着江舒华的。 毕竟年级吊车尾和年级第二的恋爱, 换了谁也会觉得是我拖累了江舒华。 我抿了名嘴。 知道了老师。 班主任给我们放了半天假, 说让我们回去平静一下。 我妈领着我走出校门, 她倒是没在指责我。 我看着她的脸上被江舒华妈妈挠出来的血痕, 心里酸涩地难受。 我给她丢脸了。 因为我成绩不好, 她花了大价钱把我塞进了重点高中, 一门心思地给老师送礼, 请老师吃饭, 只求他们多关照我。 我是吊车尾, 她连跟别人吵架的底气都没有, 一个富太太点头哈腰, 低声下气地给老师道歉。 因为别人的儿子是年级第二, 而我是年级倒数。 换了谁也会觉得都是我的错。 别人说她不会教育孩子, 她那样一个心高气傲的人, 却反驳不了。 我呢呢地走上去, 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脸上的神态有些疲惫。 半晌后, 她眼睛一红, 你就给妈争点气形不行。 在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心痛。 我妈是多么坚强的人啊, 我活了十几年, 就没见她哭过。 可她现在却因为别人辱骂她的女儿, 可她女儿不争气, 她没有底气回骂哭了。 我感觉心脏好像被一只手攥紧了一样, 翻搅着疼痛。 这一刻, 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 我告诉自己, 我要给我妈争口气, 我他妈的要上清华。 当天晚上, 江淑华就跟我提了分手。 她在微信上说, 这几天她想了想, 学生确实该以学业为主, 希望我们高考结束再谈别的。 我倒是没有怨恨她。 毕竟她成绩那么好, 一直以去清华为目标, 我可以理解她不想耽误学习的心情。 可我没想到, 没过几天, 江淑华就跟秋婷官宣了。 朋友圈里, 我看到她和秋婷同步发了一张, 在图书馆手牵着手的照片。 配文是, 跟对的人在一起, 才会让你越来越好。 下面是一帅儿的祝福, 年级第一跟第二, 我目了。 这生出来的孩子的多聪明啊, 智商一百八十。 那张图片拍得很好, 一束阳光正好从窗外照进来, 洒在一双食指相扣的手上。 女生的手素白雅致, 是江淑华喜欢的那种手。 她说过, 很多次我做的美甲太浮夸, 不好看。 是啊, 她一直喜欢的就是秋婷这种人。 长得好, 一头黑长直发, 别提多清纯了, 成绩又总是遥遥领先, 简直就是青春电影里的女主角。 而我, 只不过是死缠烂打以后的不得已罢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 后知后觉地明白了江淑华的意思。 所谓的专心学习, 不过就是个跟我分手的借口。 然而, 她甚至都不愿意把这个借口的敷衍完, 分手没几天就迫不及待 发这种朋友圈, 完全没有顾虑过我。 是啊, 学霸之间的爱情是多么美好。 他们会一起去清华, 拥有美好的未来。 而我, 不过是这场爱情里, 所有人都觉得格格不入的一个残次品。 我拿起手机来给江淑华打电话。 过了很久, 她才接起电话。 我想骂她个狗血淋头, 然而一张口, 我的嗓子就开始发解。 江淑华,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哽咽道, 你不是要好好学习吗? 江淑华沉默了一会儿, 片刻后低声道, 抱歉乔如, 感情这种东西, 我也控制不了。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她跟你不一样, 我跟婷婷在一起, 不会影响学习。 那我呢? 我撕心裂肺道, 我怎么办? 我对你不够好吗? 对不起, 江淑华的声音缓慢而坚决, 你可能很可怜, 但我没办法。 话筒里传来了模糊的女声, 是秋婷的声音。 淑华, 我找到了一本书, 江淑华的声音有些慌乱, 不说了, 请你以后别联系我了。 说着她就挂了电话, 我的眼前逐渐模糊起来, 酸涩的眼眶里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这一刻, 我觉得我被践踏的不只是感情, 还有我的尊严。 我是因为没有价值, 而被毫不留情踢开的书家,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好。 跟我在一起会影响学习, 跟秋婷一起就不会。 她们是金童玉女, 我是什么? 我是不入流的混子。 我哭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 眼睛几乎呼肿地睁不开。 太阳瘸秃秃地疼, 我感觉这辈子都没这么难受。 然而, 一丝火星掉进了我的心里, 燃起了熊熊大火。 我要好好学习, 我要让这些看不起我的人后悔, 我要给自己争口气。 好好学习说起来轻松, 然而做起来实在太难。 我高一玩了一年, 高二到现在也一直没学习过。 我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化妆打扮, 追星, 还有出去蹦迪上了。 我是真的觉得学习没意思。 我家有钱, 以后我就是考不上大学, 我爸妈也会想办法把我送去国外。 我干嘛要累死累活地学习呢? 高中一年半, 我一次作业都没做过, 考试要么交白卷, 要么随便滑拉几笔, 稳居年级倒数前三。 我想了半天, 决定先从高一的内容开始补。 可是一翻开书, 所有的字我都认识, 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天书一样。 我逼着自己看了十分钟, 就再也看不进去了, 满脑子都是金星, 哈欠一个, 击一个地止不住。 太难了, 这真的是太难了。 明明看江书华做题的时候, 都不用怎么思考就下笔了, 好像没这么困难啊。 我心里开始打退堂鼓, 反正我家里有钱, 他们考清华又怎么样, 说不定将来还是来给我打工呢。 就在我刚要放下书的时候, 我妈突然敲门进来了。 她手里端着一盘水果, 脸上全是错愕。 如, 你在学习呀, 我妈表情很快变得惶恐起来。 她咧了咧嘴似乎想笑, 把水果放我桌子上, 橘促地擦了擦手。 哎呀, 妈妈是不是打扰你了, 你快学习吧。 说着她就急匆匆地出门了, 轻轻地把门带上, 没发出一丝声音。 我愣愣地看着桌上的水果, 是葡萄, 连着耿剪下来, 用面粉洗了好几遍, 干干净净, 一个烂的都没有。 之前的每一天, 我妈都会这样。 她怕保姆洗不干净水果, 怕保姆做饭我不爱吃, 换着花样地伺候我。 我妈的表情, 在我眼前不断地出现, 一会儿是心酸地说, 你给妈妈争口气吧。 一会儿是打扰我学习的惶恐。 我捏了捏手里的笔, 把要合上的书又放开了。 妈的, 还是再看一会吧。 学习是真的很痛苦, 然而度过了那个难熬的开头, 似乎后面也就没那么抓心挠干了。 甚至于我在看历史书的时候, 还看出了一丝性慰。 以前跟我妈去看过兵马俑, 但是秦王扫路和之后都做了什么, 我完全没有了解过。 没想到是这样的胸襟和气魄, 真是让人震撼。 我之前没有做过任何笔记, 书上全是上课画的小人画。 秦始皇的画像上被我加了两撇胡子, 还换了个发型。 当时是为了打发时间, 然而现在认真看了之后, 却觉得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 我一夜一夜地翻着历史书, 到底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自己都忘了。 第二天闹钟响的时候, 我居然发现自己是趴在桌子上睡着的, 脸上还留着书页的印子。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心里颇有点不可思议。 居然有一天我乔如, 还能看书看睡着了。 我妈叫我吃饭的时候, 对我态度也特别好, 一个劲地给我夹菜, 多吃点, 学习消耗大。 我姑娘就是聪明, 稍微学学就能超过那个小兔崽子, 她牛什么呀? 我们将来也考个清华看看。 我看着碗里的鸡腿, 心里五味杂陈。 我妈对我一直就是这么有信心。 她闺女是驮狗屎, 她也觉得是世界上最棒的狗屎。 我稍微学一学, 她就开心得不得了。 真是好满足。 我看着我妈亮闪闪的眼睛。 今天晚上, 我还是再学一会儿吧。 早上进学校的时候, 我碰到了秋婷。 我的小姐妹们围过来, 问我晚上去哪里玩。 哀乔如, 南京路开了一家新酒吧。 我听说很多帅哥, 晚上走起。 秋婷从一边路过, 斜眼扫了我们一眼。 她没有说话, 甚至表情都没有变, 然而我却从那个眼神里 看出了浓浓的不屑。 那是一种藐视, 好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在她眼里, 我们似乎就是一堆垃圾, 适合她完全不是一个阶层的渣子。 事实上好像也确实是这样。 她在哪里, 同学和老师都是一片赞誉。 而我这种人, 别人说起来都会说, 那个混子。 乔如, 你说话呀, 晚上我请客。 你竟然怎么没化妆啊? 一会去补个妆吧。 我回过神来, 看着我那群穿着紧身裤, 脸上浓妆艳抹的姐妹。 我这才惊觉, 今天早上光顾着想学习的事了, 都忘了化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着她们妆容精致的脸, 却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 不去了, 我晚上有事呢。 我没好意思说, 我晚上要回去学习, 她们肯定会笑话死我。 切, 什么事啊, 无聊。 她们几个看劝不动我, 吃了一声, 就转身走了。 我看着秋婷的背影, 她跟不远处的江书华摆了白手, 快走几步上去揽住了她的胳膊。 江书华微笑着侧过脸, 来摸了摸她的头。 她们两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对碧人。 我失神地站在原地。 她们谈恋爱, 班主任没有叫过家长。 听说是秋婷跟班主任下了军令状, 一定不会成绩下滑。 所以, 明明早恋是不被允许的, 她们却可以这么肆无忌惮。 是啊, 年级第一跟年级第二在一起, 怎么会影响学业呢? 她们是天生一对, 似乎所有人都默认了。 不远处秋婷跟江书华说了几句什么, 江书华不着痕迹的扭头看了我一眼, 脸上的笑容莫地消失了。 她眼里是跟秋婷如出一辙的鄙夷。 我很想冲上去抽她一耳光, 但我知道那么做的后果。 我就这么盯着她们渐远的背影, 直到再也看不见了。 05、今天第一节课是历史。 我其实文理课都是一样烂, 只不过当时江书华选了历史、 政治还有生物, 这三门我也就胡乱跟着她选了。 这样我们走课的时候都能坐在一起。 只不过现在我才知道, 为什么江书华会选这三门课。 我看着坐在最前面的秋婷, 老师正在弯腰和她说着什么。 原来是因为秋婷选了这三门, 她才跟着选了一样的课。 或许她心里早就喜欢秋婷了。 我没说话, 翻开了昨天看的课本。 也是巧了, 最近我们正在复习高一历史, 正在讲的就是我昨晚看的这一节。 从前我上课是完全不听讲的, 我偷玩手机, 看小说, 传小纸条, 闲聊, 反正正事不干。 然而今天, 我看着江书华和秋婷低头学习的样子, 兜里的手机却怎么都掏不出来了。 我翻开课本, 强迫自己沉下心去。 昨天我自己翻看, 也就是许略地看了看, 但很奇怪的是跟之前完全不同, 这次老师讲课的时候, 我居然能听得进去了。 之前她说话就像念经, 我只会左耳进右耳出, 昏昏欲睡。 现在我居然能听明白她在说什么, 我的大脑随着老师的讲课不断运转。 甚至我惊讶地发现, 在她讲完这一个小点之后, 我竟然能把这几条全部背下来。 我逐渐兴奋起来, 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一页课本, 甚至把江书华和秋婷都抛到脑后了。 我该不会是个天才吧? 这一列, 从头开始, 把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采取的措施背一遍。 就在我埋头墨背的时候, 历史老师突然点了点秋婷, 从你开始。 秋婷大大方方地站起来, 流畅地背完了这一段。 政治上, 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 地方废除分封制, 实行俊县制, 加强对地方控制, 维护中央权威。 经济上统一度良衡, 统一货币。 她的声音清脆动听, 整段一下都没有磕疤, 背得十分流利。 老师推了推眼镜, 满意地笑了笑, 很好, 下一个。 后面的几个同学背得就没这么顺了, 好多三句话忘了两句, 老师不太高兴, 背得不熟练, 回去再背十遍, 明天再记不住就站着上课吧。 下一个,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 全班煞时间都安静了, 江书华扭头看我, 脸色微沉, 秋婷也瞅了我一眼, 眼里闪过一丝嘲讽。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都是这个反应, 作为年纪最稳定的吊车尾, 我是从来都正大光明不学习的。 往常这种时候, 我都会假装听不见, 老师也已经习惯了, 会直接点下一个。 乔如, 你, 老师微微皱眉。 我深吸一口气, 当作没看到身边这些或看戏或好奇的目光, 把刚才背的那几条顺着背了下来。 虽然因为紧张, 中间顿了一下, 但已经很流畅了。 历史老师面露惊异, 紧促的眉头逐渐舒缓开来。 片刻后, 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很好, 非常好, 一看就是认真背过了。 以后都要这样, 不错不错, 坐下吧。 周围的同学发出小声的惊呼, 秋婷脸上的嘲笑有些僵硬, 斜了我一眼, 扭回了头。 我感觉脸上有些发热, 有些慌乱地坐下了。 我觉得我的耳朵应该都红了。 然而, 我心里却有种很奇异的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夸奖。 人生中的第一次, 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跟我去酒吧, 看到一个帅哥, 跟我爸妈给我一大笔零花钱, 跟我买了一个昂贵的包包, 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这是一种打从心里的快乐。 似乎像是心里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我甚至因为老实的肯定, 而觉得有些害羞。 几乎是一瞬间, 我就喜欢上了历史这门课。 我不想再做吊车尾了, 起码历史我想要分数高一点。 下课铃响起来的时候, 我才恍然这节课居然已经过去了。 四十五分钟, 平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 我都得竖着秒度过。 然而, 今天怎么一眨眼就过去了? 我还没学够呢? 我扫了一眼课本, 上面已经密密麻麻记满了笔记, 跟其他的课本看起来简直格格不入。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恨不得把所有的课本都记满。 邱婷和姜淑华从我身边走过, 我没在意他们, 只是想着今晚的历史作业。 这天晚上, 我破天荒地进屋就开始做作业。 我妈吓了一跳, 想跟我说话又不敢, 我听到她在屋外压低声音的笑声。 老乔, 你看见没有, 如如学习呢? 她的声音里满是不可置信的惊喜。 我爸欣慰到, 孩子长大了, 懂事了。 我嘴角忍不住, 微微扬起, 埋头继续做卷子。 没过多久, 我的历史就学得越来越好。 历史老师有点像老干部, 总是板着张脸, 看起来有点严肃。 但是她对我却不吝啬夸奖。 被问答题背得熟练了, 作业做得好了, 上课认真了, 她都会表扬我。 她越夸我, 我学习的尽头就越足, 甚至在别的课上我都在背历史。 晚上回家, 我会把正在学的历史课本 从头到尾再扫一遍。 虽然我只学习一个小时, 但是比起之前来 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很快, 下学期的第一次月考就来了。 拿到历史卷子后, 我扫了一眼题目颇为自信。 这些题目, 大多数我这些天都背过。 其实, 历史这东西并不难, 也不需要什么基础。 只要有个好脑子, 生悲都能背过。 我下笔如飞, 很快把所有的题目都做完了。 然而, 其他的学科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些天我一直在学历史, 其他科都没怎么看, 也就是上课听了听。 这些题目看着是 比之前眼熟一点了, 可是答案到底是什么 我还是不确定。 无奈, 我只能咬着牙连算带懵, 好歹也没交了白卷。 全部考完后, 我心里就开始了紧张。 头一遭, 我是认认真真地做完卷子。 我会考得怎么样? 会进步, 还是继续倒数? 历史老师知道我的成绩会不会失望。 邱婷和江淑华一定又要嘲笑我了吧? 所有的念头搅和在一起, 把我的脑袋塞得快要张开, 我什么也学不进去, 只是像等待审判一样的等待着成绩。 很快, 月考成绩就出来了。 我看着正在发卷子的秋婷, 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发到我的时候, 秋婷看了看卷子, 眉头皱得死紧。 她上下扫视着, 足足看了十几秒, 似乎是不敢相信。 过了一会, 她从我身边路过, 把一张卷子甩在了我桌上。 我生平头, 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紧张, 闭着眼睛拿起卷子, 半天才敢睁开。 一个巨大的红色数字映入了我的眼睛。 历史九十二。 我简直惊呆了, 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没有当过学渣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情, 我一直以来的分数都是个位数, 超过十位数都是运气好。 这次我居然考了九十二。 就开头。 这是我乔儒的成绩吗? 我忍不住傻笑起来, 把卷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扣了的那几分是我没见过的题目, 毕竟我基础太差了, 之前的内容还没学完。 就在我心花怒放的时候, 历史老师进来了。 全班顿时安静下来, 他走到讲台上倾咳了一声, 也没废话, 直接就拿出了卷子。 这次的题目比较难, 不过我们同学考得都还不错, 这是我没想到的。 这次他拿起一张名单道, 九十以上的同学有三个, 秋婷九十九, 江淑华九十八。 然后历史老师就笑了, 还有乔儒同学。 我的心瞬间砰砰跳了起来, 乔儒同学最近一段时间学习非常用功, 也是很聪明啊, 这么快进步就这么大。 乔儒同学九十二分, 不能骄傲, 还要继续努力, 下次争取考一百。 全班哗然, 所有的同学都精益地朝我这边看过来, 小声地议论。 我看到江淑华的眼神很复杂, 而秋婷面色铁青。 刹那间, 我的嘴角就不受我控制一般地裂开了。 难以形容那种喜悦, 那是一种成就感。 我的人生价值在这一刻 似乎都等到了升华。 一瞬间, 我就从班里人人看不起的混子 变成了佼佼者。 虽然只有这一门, 但是起码说明我的努力见到成效了。 怪不得大家都要好好学习, 原来学习好竟然是这样一种感觉。 骄傲, 自得, 满足混杂在一起, 足以让人飘飘然。 我忘了这节课我是怎么上完的, 下课的时候, 几个女生围过去坐在了秋婷身边说话。 一般来说, 学霸都有种天然的威严, 身边都有几个跟班。 他们似乎是要故意恶心我, 说话的音量都放大了。 有些人学习不好脑子也不好用, 作弊也不做得靠谱点, 九十多, 谁信啊? 就是, 有什么用, 自欺欺人罢了。 秋婷, 还是你厉害, 又是九十九, 你也太牛了。 怎么学的呀? 秋婷表情好看了一些, 微笑道, 才九十九, 因为粗心扣了一分真不该。 你们知道我的, 我回家从来不学习。 别人的事和我们没关系, 小聪明耍得了一时耍不了一事, 我倒觉得挺可怜的, 感情和学业都一事无成啊。 呵呵, 他抿着嘴微笑, 身边的人也都跟着嘲讽起来。 我攥紧了手里的卷子, 只觉得刚才的好心情一扫而空, 一股怒火直冲心头, 我感觉觉脑子里的闲崩一声被烧断了。 我猛地站起身来, 大步走到了秋婷面前。 我的表情应该很难看, 秋婷被我吓了一跳, 随即拧眉道, 乔如, 你干嘛? 要打人呢? 你们这些混子学习不怎么样, 找事倒是一个顶俩。 我压抑着心头的怒火道, 秋婷, 你刚才说什么, 有种再说一遍。 好话不说, 第二遍。 他轻蔑地看着我, 谁心虚谁对号入座, 乔如, 有时候我还真是同情你, 为了吸引注意力, 也只能想这重上不得台面的法子了吧。 他的话好像一把钢刀直插进我心里, 我被气得眼前, 正要说话肩膀却被猛地推了一下。 我一个没站稳撞到身后的桌脚上, 腰间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 抬头一看, 是江淑华。 他正搂着秋婷, 满脸都是不赞同地看着我。 乔如, 你要干嘛? 秋婷和你不是一路人, 别拿你混混的那套出来。 我简直要气疯了, 大声喊道, 他污蔑我作弊, 你没听到吗? 江淑华面色有些复杂。 乔如, 耍小聪明是没用的, 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劝你还是脚踏实地的, 别自作聪明了。 那一瞬间, 一股邪火几乎把我整个人都烧起来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恨不得拿刀砍死眼前这对狗男女。 学习好就了不起吗? 学习好就可以看不起别人, 给人扣使盆子吗? 那句话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脱口而出。 你牛逼什么? 这次期末, 我肯定超过你。 全班安静了一瞬, 然后哄堂大笑。 尤其是秋婷身边围着的几个人, 简直笑得前仰后合。 乔如, 你吹牛逼也现实一点好不好。 秋婷是年级第一, 你超过她。 吹牛不上睡呗。 说梦话吧, 哈哈哈哈哈哈。 就连秋婷也乐了。 行, 乔如, 你要能超过我, 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你要是不行, 就在学校门口大喊三句, 我乔如就是狗屁不是。 你敢吗? 我被她眼里的自信 和不屑机的头脑发热。 行, 要是我超过你, 你就在学校门口给我鞠躬道歉, 承认你不如我。 随便你。 她斜眼腻我, 自取其辱, 简直可笑。 我讥讽道, 不用你在这装逼, 别到时候后悔就行。 说着我就拿着包走出了教室, 放狠话一时爽, 刚出校门我就后悔了。 我拍着自己的脑子忍不住懊悔, 他妈的怎么就不能忍一忍, 实在不行, 叫人找机会把他俩打一顿也行啊。 怎么就非要考过人家? 这下好了, 离期末还有几个月, 我怎么可能超过秋庭, 这他妈不是天方夜谭吗? 猪脑子猪脑子猪脑子, 我暗骂自己。 回到家的时候, 我还在发愁到底怎么办? 要是真去学校门口喊三声, 我狗屁不是, 我还不如一头撞死。 就在我难受的时候, 我妈却突然过来敲门, 如如啊, 出来一下, 你鹰哥哥来了? 我不耐烦道, 什么鹰, 鹰修成。 我蹭得一下子站起来, 把我妈吓了一跳, 不许对你鹰哥哥没礼貌, 快出去跟他说说话。 太好了, 这真是瞌睡了来枕头。 我猛地冲出去, 一把推开了门, 鹰哥哥, 你来了? 鹰修成正坐在我家的沙发上, 傍晚的夕阳, 透过窗户照在他奇长的身姿上, 浑身都镀上了一层模糊的金边, 好看得有些不真实。 听到声音, 他侧过脸来, 一双桃花眼微微挑起, 有些新味道,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今儿怎么不叫我那个书呆子了? 我脸一红, 鹰修成是我妈最好朋友的儿子, 打小就是我们这嘎达的传奇人物。 他从小学就开始跳级, 初中就自学高中课程, 明明比我大不了几岁, 现在已经开始在上清华的朔博连读了。 当时他明明早就保送了却, 非要去参加高考, 最后也以称作恐怖的成绩去了清华。 这种人就不是人, 那脖子上顶着的不是脑袋, 而是计算机, 听了简直让人害怕。 我还是个混子的时候, 简直最讨厌他, 这种人长得好, 成绩好, 家世好, 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琢磨, 把我更衬得烂泥一样。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正需要他, 有鹰修成在, 什么秋婷, 江淑华, 还不是手拿把掐。 你鹰哥哥最近要回家待一阵子, 你俩可好, 长时间没见了。 如, 快来跟你鹰哥哥说说话, 我去洗水果。 我挤出一个谄媚的笑容, 鹰哥哥, 你回来了。 鹰修成好像看见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 警惕地往后探了探身子。 乔如, 你有什么毛病? 我笑容一僵, 错过去夹着嗓子道, 鹰哥哥, 我记得你高考考了七百四十分哦, 准确地说是七百三十九。 鹰修成淡淡道, 乔如, 不管你再打什么主意, 我都劝你最好打住。 妈的, 怪不得到现在都没找到女朋友, 这鹰修成怎么跟毛坑里的石头似的又臭又硬。 我强压着火气道, 鹰哥哥, 咱俩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你忍心看我将来, 考不上大学吗? 忍心, 我一致, 干脆假装没听见, 直接说出了我的诉求, 鹰哥哥, 你能不能给我补补课? 补课? 鹰修成, 终于有了表情, 他惊疑不定地看着我道, 乔如, 你不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身了吧? 我忍无可忍, 终于拉下了脸, 鹰修成, 你就说补不补吧, 我改邪归正了不行吗? 你要是不给我补课, 我就去跟你妈告状。 鹰修成他妈没生出女儿来, 特别喜欢小姑娘, 尤其喜欢我, 要是他妈知道他不肯带我学习, 能给他活活骂死。 果然, 鹰修成神色僵硬起来, 半晌后咬牙道, 乔如, 你是真能作死, 这又是要出什么幺蛾子? 我抓住他的胳膊诚恳道, 哥, 我想考清华, 求你帮我考清华。 我男朋友为了个学霸, 把我甩了, 我跟他们打赌期末, 一定会超过他们的。 我以为鹰修成会像其他人一样嘲笑我, 谁知道他只是惊讶了一下, 就烦躁地抓抓头发。 乔如, 你是不是谈恋爱把脑子都谈没了? 那我有什么好处? 你不是在创业吗? 我激动道, 我把我所有的压碎钱都给你。 鹰修成冷笑一声, 我要是指望着你这点压碎钱, 我也不用干了, 你给我好好学知道吗? 他恶狠狠道, 不好好学就揍你。 我略一思索就明白了, 鹰修成为什么不觉得我是异想天开? 对于他这种人形计算机来说, 恐怕上清华压根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我算是捡到宝了。 我睁大眼睛, 认真地看着他, 行, 不行你就揍我。 鹰修成效率很高, 当场就要开始给我上课。 我好奇道, 哥, 你都不用复习一下吗? 他嘴角挑出一个讥讽的弧度, 就你这点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我还要学, 我干脆也别活了, 别磨叽, 赶紧开始。 我撇撇嘴, 拿出一直头疼的数学。 我记忆力不错, 历史, 政治这种纯靠背的东西学得很快, 但是要用到逻辑思维的抓瞎。 鹰修成也不啰嗦, 直接从高一开始补。 这个题, 你先做给我看看, 我看看你基础怎么样? 我一看, 是到几何题。 那种空间透视图形, 看得我眼都花了, 别说做题了, 我连看题目都看不太明白。 整得我脑人儿都疼。 我看着鹰修成不耐烦的脸色小心道, 哥, 我不会, 不会。 他皱眉道, 哪里不会? 我小心翼翼地说, 哪里都不会, 题目都看不懂。 鹰修成脸色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他摸了摸我的脑门, 又思索了一会儿。 片刻后, 他认真道, 乔如, 也许你是个智障呢。 我是说, 或许你天生智力有问题, 你有没有去做过检查? 我愤怒地把书拍在他脸上, 我要去告诉你吗? 行行行, 他把书拿下来重新摊开, 算我倒霉。 你看这里, 这是给点, 连一条线到B点, 他用笔在书上画了一条线。 这样, 这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我瞅了瞅, 不确定道, 等边三角形。 没错, 看来你不是智障。 我以为殷修成这种天才讲题会很胡伦,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是看一眼就知道答案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但没想到他真的很细致, 每一点都会给我讲到。 我顺着他的思路不断往下延伸, 居然真的一点点理解了, 虽然有些时候还是听不太懂, 但是殷修成会拆开一点点给我讲。 所以, 这个题的答案是什么? 半天后他放下笔, 插着腿仰在椅子上看着我。 我试探到, 得出图形是阴影面积的两倍。 他打了个响指, 你这个脑子还算能用, 但是基础太差, 你今晚上把这本书所有的公式都记下来, 明天我要检查。 他站起来凑近我, 威胁道, 背不过就揍死你。 离近了看, 我才发现他的睫毛很长很长, 吸动的时候好像震翅的蝴蝶。 真好看啊, 怎么有人能长得这么好, 学习又这么好? 老天到底给他关了哪扇门? 他到现在都没谈恋爱, 不会还是处男吧? 就在我那么儿的时候, 殷修成已经站起来了。 从明天开始让张阿姨给你请假, 你不要再去上晚自习了, 我来给你补课。 说着他就扔下书走了。 我妈知道他给我补课, 从旁边擦擦手就小跑过来了。 诚诚啊, 这怎么就要走了? 留家里吃饭吧。 殷修成白白手道, 阿姨, 我妈在家坐好了, 我下次再来, 不用送了, 快回去吧。 明我还来。 我妈依依不舍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直到他消失在电梯里, 才回过头来跟我说, 如如啊, 你因哥哥来给你补习, 那真是大才小用了, 你一定得好好学之不知道。 我点点头, 拿着书打算再看一会儿。 刚才那个解题思路挺有趣的, 我想再验证一下。 第二天, 我早早地就来了学校。 那个思路, 我有一个点不太理解, 想问问殷修成, 又怕他骂我。 我想问一下老师。 不过我也有点忐忑, 像我这种学生, 除了被教家长是从来不去办公室的。 老师会不会觉得我在捣乱? 我犹豫着踏进了办公室, 数学老师正在喝茶。 数学老师是个中年男人, 平常最喜欢的事就是抽烟喝茶, 骂人挺凶的。 我有些后悔, 刚想出去却被他发现了。 乔如, 你找谁? 我抿了一下嘴唇, 小声道, 老师, 我想问个题。 我有些拘谨地站在原地, 说心里话, 办公室这种地方对我们这种差声来说, 具有一种天然的危言感。 我踏进来就开始害怕。 数学老师把保温杯放下, 很自然地跟我伸出手, 题呢? 我把书双手递过去道, 第七大题, 我没太看懂解题思路, 为什么要连接B点? 老师仔细看了一下, 你看, 这条线与另一条平行, 可以构造一个等腰三角形, 几何题, 你先要想这种特殊的辅助线, 数学老师拿出尺子来笔着画线给我看, 一点点讲明白, 懂了没有? 我恍然大悟, 懂了, 我明白了, 老师笑了笑, 我听说你最近开始发愤了, 看来早恋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呀, 好牛不拉里, 脑子是聪明, 就是之前不爱学习, 去吧, 有啥不会的再来问我, 我有点害骚, 到现在后快不跑了出去, 一切似乎都没有我想得那么可怕, 我心想, 或许是我之前把学习想得太困难了, 事实上, 只要肯下功夫, 这些并没有多么难以逾越, 从这天开始, 我每天就不再上晚自习了, 阴修成会在家里给我补习, 他说奏我不是闹着玩的, 动不动就用书敲我脑袋, 我有时候被他敲得眼泪汪汪的, 抱着头控诉他, 不能敲脑袋, 会变笨, 他则懒洋洋地靠在我床头上, 你还有下降的空间, 赶紧地, 背不过这篇作文今天别吃饭, 我看着眼前小虫子一样的英文单词, 感觉脑细胞都要死光了, 我不背行不行啊, 这也太难了, 阴修成边打游戏边说, 行啊, 你要能写出来不用背也行, 你写吧, 我憋着气, 没办法只能开始一个一个的硬背, 阴修成说我基础太差, 天天让我背单词, 而且他居然让我背考研单词, 什么红宝书的厚厚一大本, 我说我就高考, 至于的吗? 他冷哼道, 你想上清华就至于, 不然你以为什么土鸡娃狗都能去混日子吗? 这点东西都背不过, 我劝你还是早点去跟人道歉, 承认自己狗屁不是吧? 我被他一击, 天天捧着书开始背单词, 我家里的厕所, 餐厅, 我的床头, 到处都是单词小纸条, 我从一睁眼就开始背, 背到闭眼睡觉, 在这种高强度学习下, 我看英语卷子虽然也是一知半解, 却也不再像看天书一样了, 你要知道, 学英语最重要的是语感, 所谓的技巧都是对普通人讲的, 你想考清华就必须让英语成为你的第二, 第二种语言, 英修成天天逼我背英语新闻, 英语作文, 我委委屈屈地看着眼前复杂的作文, 一句一句地背着, 过了不知道多久, 我终于勉强背下来了, 英修成检查过, 表情有些痛苦, 还是不行, 基础太差, 不过好歹比之前强了, 这本书你必须三个月内背下来, 知不知道? 我点点头, 后知后觉地感觉到胃里, 传来一阵挤压的翻脚感, 我都忘了, 晚上还没吃饭, 英修成也听见我肚子叫了, 轻笑一声, 行了, 去吃饭吧, 其中考试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中很快来了, 坐在桌子前, 我用纸巾擦了擦手心的汗, 检验我这么多天学习成果的时候到了, 两个月, 我夜以继日地学习, 几乎成了一个只知道学习的机器人, 红宝书我已经快要背完了, 英语作文也不知道背了多少, 数学练习册做了足有一展后, 政治历史的笔记也抄了两个本子, 我会拿到怎样的成绩, 有没有可能接近秋庭, 我深吸一口气, 开始做题, 这些题我有的熟悉, 有的不熟悉, 英修成不肯给我压题, 说不让我投机取巧, 眼下这些题有的我做过类似的, 有的让我也有些茫然, 再看看跟我一个考场的秋庭, 他正气定神仙下笔如飞, 片刻思索过后就在纸上写下了一个答案, 我有些焦虑, 强迫自己不再看他, 摒弃宁神开始先从会的题做起, 以前一般考试我就随便画画, 然后到了时间交个白卷, 那时候只觉得时间漫长的可怕, 现在却只感觉不够用, 很多题我都来不及仔细思考, 交卷的时候我, 竟然还有一个大题没有做完, 在探秋庭, 他早就做完了, 也检查完了, 正在闭目养神, 我咬了咬牙, 告诉自己不要慌, 下一门要好好把握, 考完后, 秋庭走了过来, 他笑盈盈地站在我面前, 用身边人都能听清的声音说道, 乔如, 这个考试你可没法作弊了吧, 我劝你还是早点认输吧, 你求求我, 说不定我就不用你去校门口喊了呢, 我冷冷地盯着他, 我劝你不要得意得太早, 谁喊还说不定呢, 再说我们定的是期末, 又不是期中, 你不用这么着急地上赶着, 他面色有些难看, 随即扔下一句, 给脸不要, 那就随你吧, 期中考试采用的是高考的模式, 一共考了三天, 我从来没有认真参与过这种强度的考试, 这三天几乎是筋疲力尽, 然后就是有些漫长的等成绩时间, 发成绩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紧张得连手都在抖, 然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所有的卷子就都发到了我的手上, 身边的同学交头接耳地交换成绩, 教室里一片嘈杂, 还有人来打听我的成绩, 我却什么都听不见, 感受着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心跳, 拿出计算器来一门一门地加起了分数, 559分, 一张小纸条也顺着发到了我桌子上, 班级第二十七名, 年级二百三十六名, 我心下猛地一沉, 我们班一共五十六个人, 二十七名, 将是中游, 和第一名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这时候秋庭的成绩也出来了, 他在最前面, 众星拱月般地站在那里, 几个人都在围着他兴奋地说话, 我死死攥住手里的卷子, 心脏都揪在了一起, 不用看, 我就知道秋庭一定又是第一, 果然, 一个女生看着他的卷子, 几乎六百八十三, 秋庭, 你也太牛了, 是啊, 简直是神了, 数学一百四十八呀, 这个成绩清华稳了吧, 江淑华多少, 六百七十九, 第二, 江淑华淡淡道, 朝着秋庭笑了笑, 这次又没考过你, 我服了, 秋庭没说话, 只是勾起嘴角, 向后看了一眼, 我知道, 他是在看我, 到现在我才知道, 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如天欠, 之前的气话, 真是无知而无畏, 就算我往死里学, 恨不得梦里都在学习, 我和他之间, 还是有一百多分的差距, 而我深知, 剩下的一百多分, 才是最艰难的, 我好像真的超越不了他了, 这一瞬间, 我清晰地听到了, 我心碎的声音, 或许, 我就是不行, 我就是比不上他, 我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废物, 我之前付出的, 不过是自我感动的, 无用功罢了, 不远处, 江淑华朝我这里走过来, 他居高临下地站在我的桌子前, 眼神里闲雾和同情揉杂在一起, 乔如, 婷婷说了, 你要是肯给他道歉, 他就不追究这个事了, 婷婷很善良的, 你不要再找麻烦了好吗? 秋婷也跟了过来, 周围的同学都慢慢安静看了过来, 乔如, 恭喜你, 听说你进步很大, 不过呢, 人要承认自己的平庸, 你看你这么努力, 上线也就在这里了, 我也不要求别的, 你跟我道个歉我就原谅你, 这事就算过去了, 他的表情是那样高高在上, 好像在施舍一个乞丐, 我心里的那点自怨自艺, 瞬间燃成滔天的怒火, 我不怕别人看不起我, 但是我要是服软, 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我慢慢站了起来, 直视着他的眼睛, 还有三个月, 鹿死水手尚未可知, 你不用高兴得这么早, 真是死鸭子嘴硬, 他笑了笑, 希望到时候你也能这么硬气, 虽然我自己对这个成绩很不满意, 但是班主任和几个老师都重点表扬了我, 他们拿着我的卷子高兴道, 看看乔如同学, 这才两个月成绩就从倒数到第二十七名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努力是会获得成功的, 同学们都要向乔如学习, 一定要努力进取, 我在下面, 心里觉得有些割裂, 一方面, 我为自己短短两个月取得的成绩, 骄傲自满, 另一方面, 我又深知自己跟秋婷的距离有多大, 三个月, 一百多分, 两百多名, 我真的可以吗? 放学的时候, 我从前的小姐妹们又来找我了, 乔如, 一个背着香奈儿包包的女生搂着我的肩膀道, 最近怎么都不见你出来玩了? 人家现在是好学生了, 努力学习呢? 另一个女生阴阳怪气道, 哪能跟咱们这些混子一起玩呢? 走吧, 今晚上有活动, 请的乐队, 你最喜欢那个, 放松放松喝一杯呀, 我看着他们有些犹豫, 我是真的心动了, 实在是这些天太累太累了,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我真的是太辛苦了, 有时候吃着饭我都犯困, 去喝酒, 感觉真的好久没去了, 我进步了这么多, 可以去放松一下吧? 就一下, 行, 那去看看吧, 我胯上包就跟着他们去打车了, 对吗? 小姐妹笑道, 咱们家都这么有钱, 辛苦读那个死书干什么, 他们将来还不是要给我们打工, 一群穷酸? 我没说话, 跟着进了酒吧, 这个点往常没有太多人, 但是今天有活动, 人已经不少了, 门口处陆陆续续地往里走近, 俊男靓女, 闪烁的灯光照在地上, 绚丽多彩又斑驳, 先来一个3888的套餐, 小姐妹坐在卡座上把套餐递给我, 乔如, 你喝什么? 我随便点了点酒, 坐在座位上发呆, 一边有几个男的走过来, 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我感受着震耳欲聋的音乐, 嘈杂的人声, 突然觉得和这里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 曾经这里几乎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然而现在我却觉得很不适应, 心里突然涌上来一种难以言喻的负罪感, 我不该在这里耽误时间, 这段时间我能背多少单词了, 我今天的单词怎么办? 乔如, 发什么愣呢? 喝酒啊? 一边的女生推了推我, 给我倒了一杯啤酒, 刚才几个男生中的一个拿出手机来问我, 留个微信, 我看着这一切, 只觉得心里空虚的难受, 我跟自己说, 我得离开这, 说走就走, 我猛地站起来, 扔下一句我有点事, 就往外跑, 身后的人都在喊我, 去哪呀? 喝完再走, 不差一天了, 你不累啊, 谢谢吧, 那些声音恍若魔鬼的异语, 诱惑着我再次堕落, 我陶冶似的跑出了酒吧, 随便打了辆车, 就把自己塞了进去, 直到坐上了车, 我才虚脱式地呼出了这口气, 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 灯红酒绿, 我心里有点说不上来的惆怅, 不过我转念就没空惆怅了, 今天回去的晚了, 还不知道殷修成会怎么骂我, 搞不好会揍我, 然而之前压抑的心情, 似乎在变得轻松起来, 那种负罪感也消失了, 回了家, 殷修成果然在房间里等我, 我有些心虚, 假装无事, 发声走了进去, 去哪了? 他站在窗边, 黑色的碎发自然地散落, 硬着几缕金边, 我舔了舔嘴唇, 不自然道, 没去呢, 有点是今天, 殷修成转过头来, 定定地看着我, 你喝酒了? 这丝鼻子, 鼻狗还灵, 我就喝了一口都被他闻出来了, 谎言被戳穿我有点恼羞成怒, 干脆把包扔在了桌子上直接道, 是啊, 我去喝酒了, 我都学了这么多天歇歇怎么了? 殷修成看着我的眼神很冷, 你考了多少分? 我去问了, 五百五十九对不对? 二十七名, 一本不可能, 最多上个二本。 乔如, 他微微抬头俯视着我, 眼里的不屑赤裸裸的没有掩饰, 你觉得你很厉害是不是? 我的自尊心被他的话深深刺痛, 怒道, 我才学了两个多月, 你就只会说我笨, 说我不行, 有你这样的吗? 殷修成抱着胳膊道, 难道要我违心地说你很行吗? 乔如, 你有什么资格出去喝酒, 你跟第一的差距有多大, 你知道吗? 就你这样还想上清华, 清华出了绩效都不要你, 不关你的事, 我的理智崩断了贤大吼道, 然而话一出口, 我就后悔了, 我能进步这么大, 殷修成功不可没, 他天天在这教我, 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妈要给他钱, 他也死活不收, 人家一个清华的朔博连读, 来辅导我一个高中生徒什么, 我还不知感恩, 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殷修成就变了脸色, 他浓黑得眉毛微挑, 脸上闪过一丝怒意, 行, 这是你说的, 确实不关我的事, 我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说着他就大胯步地出了门, 狠狠地把门摔上了, 我感觉眼眶一酸, 也顾不得什么自尊不自尊的了, 跑出去跟在他屁股后面, 眼看着电梯门就要关上了, 我把手往里狠狠一伸, 电梯夹了一下我的手又打开, 我痛呼一声, 你有病啊, 乔如, 殷修成走出来一把抓起我的手腕, 你又想干什么, 眼泪不受控制地顺着我的脸流下来了, 我哽咽道, 我错了, 殷修成,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他眉心促起, 似乎想骂我, 然而说出来的话却软了声音, 服了你了, 呼包, 坐在桌子前, 我抽掖着拿出卷子, 别哭了, 殷修成有些粗鲁地用纸巾给我擦脸, 还有脸哭, 为什么才考了这么点分, 学习都学到狗肚子里了, 我张嘴就要好, 他却一下子捏住了我的嘴巴, 行吧行吧, 算你进步不小, 赶紧地看错题, 这个题之前做过类似的, 你为什么还会错, 这个, 难不成我没讲过, 你都听了些什么东西, 还有这道, 我没记错的话, 类似的题型, 错了第三次了吧, 乔如, 你给我竖起耳朵来, 仔细听, 这一晚上, 就在殷修成讲卷子中, 很快又很慢地度过了, 将近十点的时候, 殷修成放下手里的笔, 认真地看着我问道, 乔如, 你觉得你学习是为了什么? 我毫不犹豫地说, 是为了压过秋庭和江淑华, 殷修成没说话, 站起来走到了床边, 他很高, 约莫德有个一百八十八, 身姿轻俊挺拔, 夜色笼罩在他身上, 他的侧脸埋在阴影里看不太清, 乔如, 我们学习是为了自己, 殷修成的声音很轻, 落在无边的夜色里, 我希望你能明白, 学习不是一切, 但学习可以给你提供选择的机会, 我们不想一辈子只能被选择, 走一条唯一能走的路, 而学习会让你敲开更高的门槛, 只有那时候, 他转过头看看我, 眼神深邃, 你才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我呆呆地看着他, 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殷修成似乎也没指望, 我回应, 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脑袋, 就拿着包出去了, 临走之前, 他留下了一句, 这次表现不错, 进步很大, 继续努力, 我看着他的背影, 嘴角没忍住裂出了一个傻笑, 之后的日子里, 我没再出去玩过, 一心扑在了学习上, 我突然明白了因修成的话, 学习是我们自己, 赋予自己选择人生的权利, 我开始起得更早, 睡得更晚,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我会先背一百个单词, 再去上早自习, 上课的时候, 记笔记, 课间再复习, 午休我也不再休息了, 会闭着眼睛, 墨背最近学习的内容, 顺便放松眼睛, 晚上放学后, 我会走着回家顺便活动一下, 带着耳机听英语听力, 因修成会帮我补习两到三个小时, 我在他离开后, 自己复习一个小时, 睡觉的时候, 我还会把今天一天, 学习的内容再回顾一遍, 有记不起来的立马起来看, 直到全部理顺了才睡觉, 我连梦里都是学习, 甚至还半夜惊醒, 突然去看一个知识点, 我妈一开始, 看我进步这么大还开心得很, 天天出去炫耀, 在家给我换着花样做好吃的, 然而现在他都害怕了, 每天吃饭的时候, 都忧心忡忡地劝我, 如如, 歇会儿吧, 累坏了身体, 可怎么办呢? 然而我不能休息, 一休息, 我心里就会有种很深的负罪感, 我甚至上厕所的时候, 都会在想, 邱婷现在在干嘛呢? 是不是在学习?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又落了他一步?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有时候都忘了时间, 我只能看到自己的成绩, 以一种堪称恐怖的速度在上升, 第三次月考, 十六名, 第四次月考, 八名, 等到第五次月考的时候, 我甚至压过了江淑华, 以三分之差败给了邱婷, 成绩出来以后, 江淑华都惊呆了, 他几乎是不可知信地, 一遍一遍看着自己的卷子, 直到看遍了所有的分数, 才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我看到他回头看我, 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和震惊, 我避开他的眼神, 专心看错题, 到现在, 已经没人再说我作弊了, 所有同学都习惯了我的进步, 因为他们都看得到我的努力, 然而他们还是会在发成绩后, 一遍遍地吃惊, 没人会再看不起我, 现在大家都会找我问问题, 抄我的回答和卷子, 我成了他们嘴里的学神, 老师们把我当成宝, 我被当成典型案例到处宣传, 走廊里贴着我的满分作文和卷子, 我已经逐渐习惯了这一切, 不再会感到骄傲, 我心里现在只有一个信念, 在支撑着我近乎疯狂的努力, 超过秋庭, 考上清华, 出校门的时候, 江淑华拦住了我, 乔如, 他站在我面前, 眼神里却没了那种, 一如既往地瞧不起, 自然界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 其实人也是这样的, 崇尚强者是刻在人骨子里的东西, 江淑华终于没资格俯视我, 也不敢再俯视我, 然而我已经不屑于再跟他掰扯了, 他已经是手下败将了, 乔如, 你, 你很厉害, 他神色复杂, 似乎不认识我了一样, 你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没空听他废话, 直接道, 你有话直说, 江淑华看了我一眼, 低头道, 我希望你跟邱婷的赌约能作废, 都是同学, 也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 到时候是大了你也不好看, 你能不能跟他说一下, 这事就算了啦, 我简直被他的不要脸逗笑了, 我去, 为什么我去, 你怎么不让他来找我, 平平他比较, 傲气, 他肯定不会认输的, 你和他也没什么深仇大恨, 再说了, 你能进步这么大, 是因为我们激励了你啊, 你就跟他服个软行不行, 他皱眉看着我, 似乎对自己说的话觉得理所当然, 我看着江淑华的这张脸, 心里翻涌着作呕, 他凭什么有脸这么理直气壮地要求我, 他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 我之前喜欢他真是眼瞎了, 感谢, 我感谢个狗屁, 若要感谢, 我只需要感谢我自己的拼死拼活, 我冷哼一声, 逆着他道, 你们算个鸡毛, 也配我感谢, 你要是太闲了就去找个厂上班, 别在这发颠, 刚要走, 我又反应过来了, 这不知道是江淑华自己的主意, 还是秋婷怕了找他来出头, 我嘴角露出一个恶意的笑容, 该不会是秋婷怕了吧, 你去跟他说, 他要是愿意磕头给我道歉, 我就大人大量饶他一次, 如何? 江淑华眼里闪过一丝怒气, 你过分了巧如, 我来跟你说是给你脸, 到时候你输了丢脸, 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我笑了, 抬起头来定定地看着江淑华, 我藐视道, 手下败价, 你也配, 等你超过, 我再来跟我说话吧, 你, 江淑华彻底怒了, 他冷冷丢下一句不可理喻, 就飞快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输出了胸口一直憋着的一口气, 哇的, 真爽, 临近期末的最后一个月, 我跟秋婷都开始玩命学习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 只有我们两个才是对手, 而这场对决, 只有赢家和输家, 没有平手, 赢家花团紧簇, 众人敬仰, 输者名声扫地, 颜面尽失, 秋婷往常一直都是所谓的天才形象, 他一直说自己回家从来不学习, 全部都是靠脑子, 现在他再也不这么说了, 下了客连厕所都不去, 天天趴在那学习, 好几次我看着他早上, 带着一个大黑眼圈来上课, 一看就是熬了一宿, 和一开始的云淡风轻不同, 他是真的感觉到我的威胁了, 我一边心里得意, 一边危机感更重, 八步的一天能拿出25个小时学习, 班里的吃瓜群众也逐渐开始热闹起来, 一开始我说要挑战秋婷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一边倒地嘲讽我, 然而第五次月考过去, 没一个人再说我异想天开了, 实力会让所有人闭嘴, 没人敢瞧不起强者, 甚至有很多人都在猜测, 我是真的可能超过秋婷, 有一次我甚至看到秋婷和她的跟班, 因为这件事吵了起来, 因为她的一个跟班劝她别太焦虑, 秋婷失控地骂她, 我焦虑什么, 乔如也配让我焦虑, 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嘴, 跟班没敢说话, 不太高兴地走开, 我在一边听到了却没生气, 秋婷这种状态正说明她怕了, 她知道, 我是真的有可能压过她, 终于, 期末考试这一天来了, 考试前一天, 殷修成没再给我补习, 她带了一提鲜奶递给我, 趁热喝, 喝了就快睡觉,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才有精神上战场, 我已经紧张的心跳都加速了, 马上要考试了, 我却突然觉得很慌, 我的额头, 手心在不停地冒汗, 我怕万一我考不过秋婷怎么办, 万一我不如她呢, 毕竟这段时间她也很努力, 她本来基础就好, 再这么努力学, 会不会又进步很多, 难不成我真要去校门口含我狗屁不是, 那我简直活不下去了呀, 我会变成一个笑话, 一个成就秋婷神话的笑话, 殷修成, 我惶恐地看着她, 颤声道, 我要是考不过她怎么办, 我以为她会一如既往的毒舌, 骂我啥也不是, 却没想到殷修成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头, 她的手有些糙, 干燥温热, 好像有魔力一样抚平了我的不安, 喂, 乔如, 你这是在质疑我, 我交出来的学生会不如别人, 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说着, 她蹲在床头看着我, 殷修成的瞳孔黑而深邃, 直视人的时候, 似乎能把人的魂都勾进去, 我突然没来由地觉得脸上有点热, 半晌后, 她笑了, 你可以的, 其实你很聪明, 之前是因为基础不行, 现在都补上了, 一定比谁都强, 我说你能赢, 你就一定能赢, 这是殷修成第一次这儿八经的夸我, 我感觉眼眶一酸, 眼泪就开始打转, 然而我的心却真的平静了下来, 我想, 哪怕我不相信自己, 我也该相信殷修成, 我一定可以, 第二天一早, 我就到了学校, 很奇怪的是, 我居然没了昨晚的那种紧张,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冷静, 邱婷也来得很早, 我俩只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眼中的战役, 她坐在座位上, 对我说道, 你没有后悔的机会了乔儒, 我的成绩不是靠投机取巧来的, 很快你就会知道, 垃圾永远都是垃圾, 我没反驳, 只是微笑着反问了一句, 话这么多, 你是不是怕了, 邱婷满眼都是恨意, 我听到她的牙咬得得咯吱作响, 片刻, 她冷哼一声转了过去, 考试铃声很快就响了, 卷子发到了我桌子上, 我看着卷子, 慢慢深呼吸, 开始做题, 第一题, 会, 第二题, 做过, 第三题, 简单, 我自己都没注意时间的流逝, 当我做完所有题目抬起头来, 墙上的表才过了不到六十分钟, 我没得意, 而是沉下心来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果然, 在检查到第二遍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看错题目的粗心错误, 我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改了过来, 刚改过来, 铃声就响起来了, 收卷了, 接下来的第二门, 第三门都考得很顺利, 晚上回家, 我也没再学习, 到头就睡, 到了这个地步, 再学也没什么意义, 我还不如好好睡一觉, 就像是被妖怪吸干了精气一样, 这一看就是昨晚上一点没睡, 估计昨晚上熬夜被提来着, 我摇了摇头, 这时候临时抱佛脚还有什么意义, 看到他这样我反而冷静下来, 做题的时候更沉稳了,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但是就在我以为这场考试, 就会这样顺顺当当地结束的时候, 意外突然来了, 做到最后一个题的时候, 我看着卷子, 瞳孔猛地一缩, 最后一个大题是个几何题, 这条辅助线该怎么画, 我不确定, 因为时间问题, 本应该在第二场的数学安排在了最后一场, 数学一直就是我的弱项, 我的逻辑思维并不算好, 但是这些天, 我几乎把能找到的合适的练习题都做了, 我相信勤能捕捉, 之前的题目做起来也确实是很顺利, 没碰到不会的, 可是这个大题很刁钻, 没仔细体会题目会觉得它很简单, 就是正常的套路题, 然而细致看过后才会发现这里的陷阱, 我的额头逐渐浸出了冷汗, 手也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这个题的分值是十五, 说高不高说低不低, 但是对我和邱婷这种一分决胜负的时候, 做错了就是一失足踏进万丈深渊, 我忍不住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邱婷, 她的脸色很轻松, 在纸上写下一个数字后力所地放下了笔, 然后活动了一下胳膊趴在桌上开始休息, 甚至她的嘴角已经勾了起来, 我心里咯噔一声, 这道题秋婷可能没仔细看题, 也有可能她是真的会做, 我心乱如麻, 七月的夏天酷暑难耐, 窗外支了的声音叫得人心烦意乱, 一滴汗顺着我的下巴滴在了桌子上, 一瞬间,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完了, 我心想, 我输了, 然而就在我几乎要崩溃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张脸, 白皙的脸被夕阳映出半面阴影, 阴修成站在窗前, 平静地看着我, 她说, 乔如, 你为什么而学? 当时我是怎么说的来着? 我说, 我要压过秋婷, 我要考上清华。 不, 她抬眼看向窗外, 声音里混杂着夜色和清风, 你是为了自己而学, 是为了能够掌握选择人生的权利。 乔如, 你是为了自己而学, 只有你, 你自己。 是啊, 选择人生的权利。 我好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一样, 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学到现在, 我已经磨争了。 我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秋婷身上, 我忘记了学习的本意。 学习, 是为了自己不仅仅能被选择, 是为了让我拥有选择的权利。 秋婷, 不过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罢了。 如果我一直只着眼于她, 那我永远都走不出这方寸之地。 我呼出一口气, 把心沉了下来, 不再去看放下笔的秋婷。 耳边的一切都消失了。 我把全部的精神灌注到这道题上。 时钟的指针滴滴答答地走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脑子里终于灵光一闪。 数学老师说的那句话, 在我耳畔响起。 即合体, 你要优先思考特殊辅助线。 我明白了这条辅助线应该怎么画了。 我不敢耽误, 迅速地把线画上, 又争分夺秒地把解题步骤写在答题卡上。 就在我笔尖写下最后一个字的同时, 铃声响起。 时间到了。 我把答题卡一推, 几乎是虚脱般地倒在了椅背上。 窗外一阵风吹了进来, 我后背一片失凉。 我身后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过了许久, 我终于提起了一点力气向前看去。 秋婷也正在看我, 四目相对, 在空气中见出一丝火星子, 我们都没说话。 到了这个时候, 无谓的口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三天之后, 是神是鬼, 自现分晓。 等待成绩的时间是很漫长的, 可是又似乎只是一瞬间。 这三天, 我都忘了自己在干什么了。 我完全学不进去, 每天打开书眼前都闪过期末的考试题。 每个晚上我都在做梦。 有时候, 我梦到我赢了, 我考了七百多分, 远超秋婷, 在梦里笑出声来。 有时候, 我又梦见我输了, 以一分只差失败, 站在校门口朝着秋婷那张嘲笑的脸鞠躬道歉。 身边的人发出轰然的嘘声, 我就在冷汗淋漓的噩梦中惊醒。 我在微博上转发各种求好运的图, 卸完挡走霉运的小狗卸挡住贱人的甄嬛。 我感觉直接都要磨争了。 可是就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下成绩的时间就到了。 坐在桌前, 我的心情在紧张和平静之间来回切换。 一方面, 我觉得结果已经无所谓了, 我今天得到的成果已经证明了一切。 就我自己而言, 我已经获得了成功。 然而另一方面, 只要想到秋婷会再一次压在我头上, 我就怒不可遏乃至于绝望。 我就这么自己跟自己不断拉锯, 能看得出来秋婷也很紧张。 她在不断地深呼吸, 姜淑华正坐在她旁边安慰着她。 没事的婷婷, 乔如什么水平, 肯定考不过你。 跟班也凑过去道, 是啊秋婷, 乔如之前走了狗屎运罢了, 给她一辈子也赶不上你。 我完全没注意他们只是看着走进教室的老师。 班主任笑得见牙不见眼, 笑咪咪走上讲台。 安静一下, 同学们期末成绩出来了。 安静一下, 全班的同学都回到座位上不再说话, 五十多双眼睛紧紧盯着她。 咱们班这次考得不错呀, 不但平均分年级第一, 年级的前两名还都在咱们班。 班主任的视线从我跟秋婷身上扫过, 拿起了手里的名单。 我屏住呼吸, 教室里落针可闻。 我和秋婷都知道, 这两个人一定就是我们。 可是一二名天差地别, 第二名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第一名才是真正的赢家。 第二名, 老师拖长了音调。 我的心不受控制地砰砰跳动起来, 每一下都用力地几乎要跳出胸腔。 第二名, 秋婷。 六百九十七分, 秋婷同学非常优秀啊, 有两门都考了满分, 再接再厉。 一到惊雷凌空踢下, 秋婷身体猛地晃了一下, 随即摊在了江书华身上。 江书华却没伸手去扶她, 只是张大了嘴, 震惊地回头看我, 好像见鬼了一般。 第一名, 老师继续道, 这一刻, 我的心里异常平静。 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这种信心来自绝对的实力。 第一名, 乔如, 太厉害了,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乔如, 七百零一, 这个成绩保持下去, 进清华没问题。 乔如, 你一定要坚持学习, 不能骄傲, 不能松懈。 秋婷猛地转了过来, 把身后的桌子都撞歪了。 她的脸色惨白一片, 眼神难以形容, 好像要生淡我的血肉, 一样凶狠。 我感觉下一秒, 她就要冲过来咬死我了。 我冲她微微点头, 做了个口型, 别忘了, 你的承诺。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猛地炸开了锅。 所有的人都夸张地扭着脖子看我, 他们甚至连惊叹都没有, 只是震惊地看着。 半晌后, 所有人都无视了班主任, 大声哄闹起来。 卧槽, 乔如也太牛逼了, 真的第一了。 身任吧, 这才一个学妻, 搞不好她真的是天才。 我服了, 我真的服了, 觉得简直, 秋婷真的要去跟她道歉呢。 他们的脸上都是惊讶和憧憬, 眼神里是不可置信和叹服。 我环视一圈, 心里生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还记得之前, 这些人完全不是这个态度, 他们当时都嘲笑过我。 然而五个月后, 我用我的实力打了他们每个人的脸。 现在他们都知道, 我乔如没有在吹牛逼。 我有绝对的实力来支撑我的目标。 我他妈的有本事去实现自己说的话。 我享受着这些称赞和包扬, 脑海里却突然闪过了一张微笑的脸, 因修成的脸。 我想,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晚上出校门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 他们指点着我窃窃私语。 那个就是乔如吧? 牛逼。 之前也有很多人这样, 但那个时候他们说的是, 这就是那个混子乔如。 我心里五味杂沉, 正要往前走, 手臂却被狠狠拉住。 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转回头去却看到是秋婷。 对了, 她还有个赌约没有践行呢, 我都忘了。 此刻的秋婷已经壮弱疯狂, 长期的熬夜让她双颊凹陷, 眼下清黑, 好像女鬼一样。 她此刻表情扭曲, 眼睛全是红血丝, 手里拿着一张卷子大叫道, 乔如, 我这个题被判错了, 我刚才去找老师把分找回来了, 我现在是701.5, 我是第一, 我没有被你压倒, 我才是第一。 周围的同学轰得炸开了锅, 这场出名的赌约几乎学校里人人都知道。 此时大家都拥堵在门口看热闹, 一时间校门口水泄不通。 怎么样? 她恶狠狠地看着我, 指甲几乎深入到我的肉里, 垃圾永远都是垃圾。 她嘴角的弧度夸张而扭曲, 你永远都赢不了我。 旁边的人没想到还有这种转折, 都围着我们小声道, 哎, 毕竟是秋婷啊, 人家一直是第一, 确实有实力的。 可惜了, 就差零点五, 乔如也很厉害了, 不过时间毕竟太短了吧, 身边的人生嘈杂, 有些在挺秋婷, 有些在为我可惜。 我狠狠地甩开手, 秋婷被我甩了个踉枪。 乔如, 你快说。 现在就说你狗屁不是, 你快说呀。 愿赌服输, 别让我看不起你。 秋婷又要上来抓我, 我闪身避开她, 把肩上的书包退了下来。 秋婷还以为我要践行赌约了, 兴奋地双眼放光, 拿出手机来就对着我拍。 这人真是心思恶毒, 还想着把这一段录下来。 看来我也不需要同情她了。 我慢条丝里地拉开拉链, 从包里掏出了一张卷子, 展开对着人群。 原本九十五的卷子成绩已经被化掉, 换了个一百。 我笑了笑, 看着秋婷的眼睛道, 不好意思, 我也找了五分回来, 我的成绩应该是七百零六。 来吧, 承认你不如我吧, 还要跟我道歉。 我把她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她。 秋婷, 愿赌服输, 别让我看不起你。 秋婷的表情肉眼可见的, 从满面通红退去了所有血色。 她脸色煞白, 嫩嫩道,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才是第一, 我才是第一。 满场哗然。 这一下子, 几乎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现场瞬间炸开了锅, 说什么的都有, 大部分都在嘲讽秋婷。 我看着他们指责秋婷的样子, 突然觉得一阵恍惚。 当时我挑战她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说我扯淡。 一切好像都倒过来了。 秋婷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 她腿上一软, 瘫在了身边同学的身上。 那个一直跟着她的小跟班, 也许是觉得有些丢人, 把她一推就钻进人群不见了。 只剩秋婷双目失神地坐在地上, 还在喃喃,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看着她这副被打击得几乎神志不清的样子, 突然觉得很无趣。 秋婷这个人已经习惯了坐在王座上, 一旦被人拉下来, 她整个人就塌了。 这样的人已经不配再成为我的对手了。 我俯视着秋婷, 轻声道, 你不愿意间约就算了, 不过, 我看不起你, 说着我就转身要走。 所有人都默契地为我让开路, 走出了几步, 就在我马上要上车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秋婷的嘶喊, 乔如, 对不起, 我承认我不如你, 不过我不服, 下一次我一定会拿回第一。 我顿了一下没回头, 坐上车回家了, 我一战成名, 在家里我爸妈天天都要笑傻了, 好几次我妈吃着吃着饭, 自己就傻乐起来了, 她看着我, 神色恍惚, 妈呀, 我该不是在做梦吧? 我还能生出这么聪明的闺女, 看来当时我也该去考个大学, 指不定能上个清华北大。 哎, 你是我闺女吗? 你不是被谁调包了吧? 我这也太美了, 太幸福了我。 我爸则在一边撇嘴, 孩子聪明那肯定不是随了你了, 那肯定是随了我了。 你说, 咱闺女有没有可能是个天才, 智商一百八十那种, 咱去测测吧。 我妈啪的一声, 把筷子一放, 放屁, 肯定是随我, 你去超市买个菜, 都买不明白。 他俩你一言我一句地吵吵起来, 我在一边笑。 从前我家的家庭氛围没这么好, 我爸妈虽然很浇惯我, 但那时候我不学习, 天天出去泡吧, 晚上很晚才回来。 他俩去学校唯一的活动就是去IP, 再不就是家长会坐在最后面丢人。 家里常常是我爸妈因为我不争气地长虚短叹, 可是从我好好学习开始, 似乎一切都变了, 我真的给我妈争气了。 吃了饭, 我躺在床上想着, 什么时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殷修成。 我能拿到这个成绩, 除了我自己的努力, 再就是要感谢殷修成了。 我知道, 如果没有他, 我就是学死也不可能进步这么大。 作为一个真正的天才, 他教会我的不仅仅是知识, 还有学习的方法。 这些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我闭上眼睛, 把胳膊压在脸上, 过往种种一一在我眼前闪现而过。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说真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 再来一次, 我都不敢保证, 我还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 别人只看到了我的光鲜,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拿到了第一。 但那些难眠的夜晚, 那些彷徨的日子, 那些惊醒的噩梦, 我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午觉。 晴天下雨, 上学休假, 我天天都只睡五个小时。 一开始是真的很难熬, 我感觉整个人都像被掏空了一样。 也无数次地想过放弃, 想过吸一些吧, 休息一下吧。 但是最后都咬牙挺过来了。 奇迹的背后, 是我夜以继日的泪水和汗水。 这里面的辛酸, 也只有自己能体会。 就在我眼眶酸涩的时候, 门突然被敲响了。 我坐起来一看, 是阴修成。 他一身黑衣靠在门框上双手抱胸, 脸上破天荒的没有冷笑, 也没有嘲笑, 是正儿八经的微笑。 喂! 他的眼里全是笑意, 鹰色的薄唇微微上挑。 听说你考了第一, 祝贺你。 我感觉心跳急剧加速, 一个鲤鱼打挺, 就从床上跳起来, 抓住他激动到, 我考了706。 我考了第一, 我是不是很厉害? 之前我一直都没分享过喜悦, 然而此时我才发现, 最让我想分享快乐的只有他。 是是是, 阴修成笑着拉扯我的脸, 看来也不是个智障, 不用去检查了。 我被他拉扯得口舌不清, 干脆拽着他到书桌前一张张, 给他看我的卷子。 我跟他说我最后一个题做得有多难, 最后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跟他说秋婷就是这个题做错了, 才会输给我。 我还跟他说我想明白了, 以后要为自己学习, 阴修成没有打断我, 只是撑着头侧脸笑着看我, 不住地点头。 说到最后我口干舌燥, 两眼放光地看着他, 阴老师, 我们下个学期学什么。 阴修成却沉默了, 半晌后, 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你已经出师了, 师父就放心了, 还真打算我给你当一辈子家庭教师啊, 我也得回去上课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 刚才要说的话都卡在了嗓子眼里, 噎得难受。 我看着他, 想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这也太突然了。 可是我说不出来。 是啊, 我都忘了, 阴修成不是我的家庭教师, 他是清华的朔博在读, 他的未来万丈光芒, 远比我要前程四季。 来教我学习只是一个意外, 现在他要回去了, 回去他发光发热的地方, 我不能耽误他。 哦, 太突然了吧。 我故作不在意地笑了笑, 时间过得也太快了。 阴修成没说话, 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他的眸子黑药石一样, 深邃又闪耀。 我感觉脸上的温度, 随着屋里的空气在不断升温, 气氛一时陷入了尴尬。 就在我忍不住要说话的时候, 阴修成突然站了起来。 窗外车水马龙, 灯光绚烂, 夜色裹挟着奇幻的霓虹光影, 从窗里挤了进来。 他就背靠着这漫天的夜色, 对着我笑了。 乔如, 我在清华等你。 我的眼睛一酸, 眼泪就流下来了。 好, 我抹了一把眼泪, 一年后我去找你。 在回到学校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我取代了邱婷, 成为了新的学神。 江书华在第一天放学的时候, 就拦住了我。 他犹豫了半天, 笑声道, 我跟邱婷分手了。 我很不耐烦,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咬了咬牙, 纠结了半天, 挤出来一句, 对不起, 之前是我不好。 乔乔, 你看我们还有没有可能? 我心里恶心地要命, 连话都没听他说完就打断了他, 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 说着, 我转身就走, 江书华正愣地站在原地, 等我都出校门了, 还看到他站在那里。 邱婷学习的尽头更足了, 现在的他就像之前的我, 每天卯足了进学, 吃饭也学睡觉也学, 但我却放松了心态。 我觉得身体是第一位的, 上课认真听讲后, 我回去只学到十一点, 就立刻上床睡觉, 保证充足的睡眠, 才能有拥有健康的身体。 邱婷模正了一样想超过我, 结果却被我压得死死的, 也许是他钻了死胡同了, 感觉脑子都没有之前灵光了。 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扭曲, 我感觉我都成了他的一个执念, 搞不好他的噩梦里都是我。 然而没用, 所有的考试, 我都是稳稳的第一。 他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时间就这么慢慢地过去, 就在我习惯了这种日子的时候, 高考来了。 和去年期末一样的六月酷暑, 天是澄澈的蓝, 又高又远。 满校园都是炎热的风和尖锐的蝉鸣, 也不知道是什么孽园, 我又跟秋婷分到了一个考场, 只不过这次我在前, 他在后。 我能感受到背后的目光, 快在我背上烧出个洞来了, 可我不在意, 只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眼前的卷子上。 我已经习惯了考试的日子, 这次居然有种久违的紧张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五分钟后, 铃声响起。 全世界陷入了一片寂静, 只有沙沙的落笔声。 高考开始了。 后来, 我想起高考的时候, 只觉得记忆有些模糊。 这三天漫长得好像三年一样, 又快得似乎只有一瞬间。 最后一刻放下笔的时候, 我只觉得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高中三年, 我的青春终于轰轰烈烈地落幕了。 然而, 我改变了自己, 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 现在, 我真正拥有了选择人生的权利。 这次考完后, 我终于放开完了。 我也没估分, 彻底把学习抛到了脑后。 这一年半我没有一天放松过学习, 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 现在一时间不需要再学习了, 一开始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居然愣了一下, 感觉有些空虚。 不过很快我就适应了这种生活。 我早上睡到十一点才起, 晚上熬夜打游戏。 这次我爸妈没再说我, 我玩的时候也没有负罪感了, 一个暑假我就上了王者。 我妈给我买了好几千的皮肤奖励我, 还带着我出国玩了一圈。 我就跟脱了江的野狗一样, 彻底玩疯了, 差点把出成绩的事都忘了。 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自己查成绩。 我的分数是班主任告诉我的。 电话里他都破音了, 激动地告诉我, 乔如, 你考了省状元, 七百二十九分。 我一愣, 脑子瞬间卡住了。 省状元, 七百二十九分。 这一瞬间我居然没有立刻高兴起来, 而是想着, 我到底还是比英修成少考了十分。 这个人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妈的, 外星人吧。 班主任大声把我游离的思绪扯了回来。 乔如啊, 志愿一定要好好选择, 等回学校来说, 给你参谋参谋知道吗? 北大清华肯定都会给你打电话, 挨压港大说不定也会给你打。 怎么办呢? 到底去北大还是清华? 我抿嘴笑了, 轻声道, 老师。 我要去清华。 回去的时候, 校门口已经拉上了横幅。 上面写着, 祝贺我校高三一班乔如 同学成为高考状元。 下面一帮子家长, 学生, 养头, 指点着那横幅。 嘖嘖赞叹, 谁家的孩子啊, 这也太厉害了。 乔如, 这名怎么这么熟悉, 是不是之前那个吉步第一来着? 我戴着帽子从一边挤了进去, 打算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给老师们看看。 到了办公室, 所有的老师都在, 每个人脸上都笑咪咪的, 看我跟看大熊猫似的。 数学老师给我倒了一杯茶词爱道, 热不热呀, 快喝点水。 我把录取通知书递过去, 他们嘖嘖赞叹着, 拿过去挨个看。 历史老师把眼镜摘下了脸都快靠上了, 一个字, 一个字地仔细看, 这清华的通知书就是不一样啊。 旁边的老师打去他, 老李呀, 没见过清华的通知书咋的。 历史老师笑骂, 他娘的, 没见过吊车尾的清华通知书, 乔如, 你可真是神了, 明年我带下一批的时候, 可有的说了。 我笑了笑, 打听道, 老师, 秋婷和江淑华考到哪里了。 没想到, 一听我这话, 几位老师脸色都变了。 片刻后, 数学老师叹了口气道, 秋婷这个孩子, 好圣心太强, 非要去清华, 他就填了这么一个志愿, 我们拦不住。 哎, 这做父母的也不知道劝劝, 这孩子成绩是不错, 不过这次发挥得实在是勉强了。 他这个分霉路上, 又不甘心, 非要复读, 怎么劝都不听, 那复读得吃多少苦啊, 以后也不算应戒了。 哎, 江淑华, 江淑华忘了, 反正也是个九八五, 好像也不错来着。 他们很快就把这个话题抛到脑后。 哀乔如, 过几天, 咱们学校要举办一个试诗大会, 你这个经历太传奇了, 你可一定得给你的学弟学妹讲讲, 激励激励他们。 我证了一下, 笑着答应了。 两天后, 操场上已经挤得人山人海。 也许是我太出名了, 很多高一的学生还有家长都慕名而来, 还有大部分的毕业生也来了, 想亲眼见见我这个省状元。 乌鸦鸦的人挤挤挨挨, 运动会都没有这个场面。 我站在台上, 校长把我的履历细致地从头介绍到尾, 甚至把我从倒数开始的每一次成绩都念了一遍。 年级倒数第二, 第二百三十六, 第一百一十八, 第三十四, 第二, 剩下的都是第一。 这种直观的逆袭经历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我站在上方, 心里感慨万千。 我都快忘了我倒数的那段日子。 曾几何时, 我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那时候所有人都厌恶我, 嫌弃我。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也会怯懦, 我会退缩, 会害怕, 会后悔。 我会哭泣不能自意, 也会在噩梦里彻夜未眠。 可最后, 我都咬牙坚持过来了。 回想过去, 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样不可思议。 短短不到两年, 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要感谢的人太多, 我要感谢我爸妈, 我要感谢殷修成, 我要感谢没有看不起我的老师。 可是我最该感谢的, 还是那段在黑暗里举举独行的自己。 熬过了那段绝望的黑夜, 我终于来到了胜利的黎明。 我拿起稿子扫视操场, 一眼就看到了下面站着的秋婷和江淑华。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来, 可能还是不甘心吧。 隔着人山人海, 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瞬, 我的视线很快一开。 秋婷只是我人生中的小小插曲。 或许我也该感谢这个插曲, 没有这一段煎熬的屈辱, 也没有我之后的发愤图强。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 他们早已被我甩在身后了。 夏日的阳光太过刺眼, 可是操场上却一个人都没有离开。 我展开了稿子, 把我的心理历程和学习方法简单讲了讲。 最后, 我看着台下乌鸦鸦的人群, 沉声道, 同学们, 我希望你们能明白, 学习不是一切, 但学习可以给我们提供选择的机会。 我们不想一辈子只能被选择, 走一条我们别无选择的道路, 而学习会让我们敲开更高的门槛。 只有那时候, 我握着话筒道, 我们才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全场在片刻的寂静后爆发了猛烈的掌声, 我看着远方的天空露出了释然的笑意。 在听到秋庭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大一的暑假了。 清华里全都是全国的尖子生, 学习氛围跟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我每天都忙碌而充实着。 偶然的机会, 高中同学在群里说起了秋庭。 他们说秋庭复读一年精神状态更差了, 还是没能考上清华。 然而, 清华已经成为他的执念, 他还想复读, 却被他爸妈勒令着填了志愿。 其实也是一所好学校, 只不过他的梦再也实现不了了。 他们在群里唏嘘着, 有些人还记得我们的争端, 特意爱特我, 问我怎么看? 我没回, 只是心里觉得五味杂陈。 正在我沉思的时候, 前面却突然撞上了一个人。 我揉了揉脑袋抬起头来, 正要说话, 阴修成就把一杯奶茶塞进我手里。 发什么呆呢? 路都不看。 说着, 他就拉起我的手往前走, 边走边道, 我下午有会, 一会去吃牛蛙行不行? 你最喜欢的那家, 八月的夏天, 阳光正好。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